九州大陆最强地基重生在西齐暴力公主身上 再次睁开眼 耳边有男人低沉的声音 脖子上还有一阵刺刺麻麻的痛感 抬手一挥 一袭黑衣的少年被他一掌掀翻 从床上摔了下去 楚清皇缓缓从床上坐起身 沉默地打量着这华丽贵气的殿阁 接收着原主的身份故事 楚清皇是西齐的护国公主 排行老七 公主中身份最尊贵得宠 天生蛮力 后吃迷于武学 天赋异比 即使是西齐专门培养顶尖高手的暗格 也无人能抵挡他 直到一个叫福仓的人出现 是他唯一不可战胜的高手 所以 他便把福仓从暗格要到了自己身边 做他的隐位 想要驯服这个桀骜不驯 无比高傲的隐者 福仓最终在楚清皇手里 活到二十六岁 此时福仓跪在地上 极力抵挡药效微微轻颤 等着公主发落 突然一声爆喝响遍整个宫殿 身为公主隐位 不但以下范上冒犯公主 居然连下药的手段都使了出来 请公主殿下立即下令 将福仓处死 此人便是袁申 楚清皇喜爱的驸马奉景之 袁申抢求圣旨赐婚 对他处处纵容 可这个男人却是个大渣男 利用袁主的痴情 借袁申的手除掉障碍 扶持三皇子上位 而后兔死狗烹 在福仓死后第二年 一杯毒酒 结束了楚清皇二十四岁的生命 这种人渣 还真是让人想揍 楚清皇面无表情扫了一眼 冷声到处去跪着 以之前驸马得宠的模样 扶仓薄唇威敏 正要起身离去 却听楚清皇再度开口 奉景之 本宫说的是你 奉景之不敢置信地 看着他楚清皇 你就这么着急 跟一个侍卫型雨水之欢 这是你用来 激怒我的心计量吗 楚清皇 我告诉你 跟你澄清是圣旨所逼 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就算你用尽手段 我也绝不可能对你妥协 更不可能跟你圆访 楚清皇末地抬手一挥 闭嘴 还在愤怒叫嚣的奉景之瞬间 被一股大力甩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奉景之 疑惑更加愤怒 楚清皇 你疯了 楚清皇却面无表情地注视着 摔在地上的驸马 来人 奉景之行为无状 冒犯本宫 拖出去重打四十大板 奉景之脸色大变 没想到最爱自己的人 会这么对自己 还在嚷嚷 公主府侍卫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得了令赶紧大力拽走 好好出口气 九州大陆最强地基 重生在稀奇暴力公主身上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作威作福的人渣驸马 打一顿 随后才缓步走向了 他的隐蔚扶仓 让他把面具拿下来 扶仓自知自己被人下药 但爬上公主床是真的 冒犯公主 下场从来都是死 楚清皇抬起扶仓汉流满面 微红的脸 看来是有人给他下药 要他以下饭上 好要了他的命 亲手摘掉他的面具 我的人 生死只能我说了算 面罩被他随手一丢 这么俊俏的一张脸 遮起来做什么 而扶仓眼下 若不解了这样人命的毒 最多在一盏茶时间 就得被生生折磨而死 楚清皇并不打算 眼睁睁看着扶仓死 说到过来 扶仓心有余悸地 看着那床榻 属下不敢 多年的相伴 他深知公主的脾性 还有他映入骨髓的忠诚 扶仓脸色再度沙白 到底还不能违抗命令 起身跪到了楚清皇脚边 是谁给你吓得多 楚清皇一边问 一边抬手 贴在扶仓后颈 把冰凉的蒸汽一点点输进去 缓解他身体里沸腾的灼烧感 扶仓神智逐渐恢复清明 回到凤锦之 楚清皇眉头微皱 就这点伎俩都不能识破 反而中了暗算 本宫该说 你防备心退化了 还是该把你送回暗阁重新训练 扶仓神色淡然回应 凤锦之带的酒是殿下所赐 殿下赐的酒属下不能不喝 所以你明知道有药 却还是喝了 楚清皇又想起原主的行为 有那么一点心疼这个饮味 凤锦之被原主宠的整个公主府上下 都敢怒不敢言 而扶仓每天都被厌恶折磨到死 以原主的作风 就算扶仓说出实情 他也不会信 也就是这一次 原主把扶仓狠狠地整治了一顿 伤了他的底子 暗格出来的饮味本是强悍 可建功立业 领兵作将 且忠诚刻入骨髓 绝不会叛主 若是能让暗格隐蔚 都只对自己一个人尽忠 门外侍女的禀报声 打断了楚清皇的思绪 公主 驸马晕过去了 楚清皇回神问到他可知错 侍女谨慎回到还没 那就颇醒了继续打 留条命就行 从现在开始 驸马在公主府中拥有的特权全部取消 不必过分优待他 侍女得了令 立刻传了下去 自己也松了口气 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公主突然间变得如此睿智 但这样的变化 显然是极好的 忠心于公主殿下的人 没一个不讨厌凤锦之 恨不得让公主殿下 立刻休了他才好 殿内 楚清皇又告诉扶仓 从现在开始 好好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本宫的影位 只服从本宫一人 这护国公公主府上 乃至整个西齐皇族 除了本宫之外 没有谁可以使唤你 这时 侍女准备好了沐浴的水 楚清皇点点头 吩咐扶仓留下 其他人全部退下 侍女们准备好一切后 乖乖退了出去 楚清皇淡淡喊了句宽衣 扶仓短暂的一愣 还是瞥开眼 上去替公主宽衣 楚清皇整个人没入水池后 身心放松 声音显得懒懒地喊了句下来 扶仓揪着脸 伸手退自己的衣服 心里念叨怎能如此 就算身为影位 赤身死亡也太过羞耻了 楚清皇心下一惊 抬头看着面色窘迫的扶仓 居然能听到她心里的声音 美燕公主竟然隐蔑下来 与自己共语 对于主子的命令 扶仓不能拒绝 执行命令第一次这么莫及 赤身死亡也太过羞耻了 不料这些心里话 却传入了楚清皇的耳中 或许是因为 原主本就有这个异能 又或者是自己无感突然开了窍 竟然能听到她的心声 她是以为我要腻死她吗 内心戏倒是挺丰富的 也难怪她这么想 原主暴虐无常 的确擅长 以各种方式折磨人 楚清皇转过身 却喊道愣着做什么 赶紧下来 给本宫捏捏肩 拖到一半的扶仓有点惊讶 原来主子刚才 没有想要杀我 退去上衣的扶仓 背上还有清晰可见疤痕 她小心翼翼地 拨开公主的秀发 没见发怒 才缓缓给她捏起肩膀 感觉今天过得格外的梦幻 今日的公主 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楚清皇在自己内心 回了她一句 可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吗 如果原主 原本就有读取 别人心声的一能 她武功无双 地位尊贵 还有扶仓这么强悍的隐位 本该风光无限 怎么会被渣男利用 落的那种结局 看来这一能 与原主无关 扶仓 听到公主突然开口 叫了自己的名字 扶仓身躯威震 本能地在浴池中跪了下去 楚清皇让她把凤锦之在公主受罚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的事情传播出去 务必让满朝文武都知道 明日回趟暗阁 再挑几个隐位过来 得到命令的扶仓 慌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楚清皇盯着扶仓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既然现在 自己就是楚清皇 那就做这个身份该做的事吧 午膳时间 侍女摆满了膳食 楚清皇便将身旁的侍女 都叫了出去 随后又叫来扶仓 让她坐在自己的对面 扶仓一正 有些不敢相信 楚清皇看出了她的窘迫 因为以前吃的什么 本宫不过问 但即日起 你跟本宫一起用膳 扶仓端起米饭 是热的 很香 再次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因为她之前从没吃过 热乎正常的饭菜 听着扶仓的心声 楚清皇觉得她碰到原主 真是可惜了 这么一个心思单纯 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训练有素 最优秀的隐位 是她现在最能够信任的人 原主真是没眼光 这是扶仓在楚清皇身边的第二年 身体损伤尚浅 应该还养得回来 便开口让扶仓吃饭 以后不要再吃生冷食物 对身体不好 次日 驸马住处 一名女子正慌忙地推开房门 来人正是稀奇的六公主 看着掩掩一息躺床上的风景之 她心疼得浑身颤抖起来 楚清皇是得了失心疯吗 她怎么可以这样对面 就在她转头传唤太医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却走了进来 黄姐对我的驸马这么上心 一个为初阁的姑娘家 出入我公主俯如无人之境 进来驸马的屋子 更像是在自己宫里 这般行为 是打算和驸马私相授授吗 六公主连忙握紧楚清皇的手解释起来 表面上劝和 说着一切都是为了妹妹好的话语 心里却想着 这个蠢货到底是怎么了 楚清皇听了她的内心话 冷冷到六姐姐的意思 是说我愚蠢 直接将手抽了回来 我以前的确是蠢 既然六姐姐和驸马公然亲近 那我便成全这份情深义重 立即当众宣布 即日起 本宫修了驸马奉景之 一个未出阁的公主 闯入妹夫房间 嘘寒问暖 这奸情藏都藏不住 楚清皇当即决定成人之美 宣布修了奉景之 六公主心里震惊不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她不是对景之言听计从吗 她就跟姚伟起怜的狗一样 尚赶着讨好都来不及 哪敢说出这样的话 大多时候 景之对她冷漠疏离 或冷嘲热讽 她转眼就把这股火气 发在身边的影卫身上 无论如何 是不会伤害景之一根汗毛的 她的心里话 一字不落地 落到了楚清皇耳朵里 楚清皇便说 你要是愿意留下来照顾她 就请自便 等奉景之伤势痊愈 就让她带着修书 离开我的公主府 六公主也不装了 修愤大吼 我一个未出阁的公主 怎么能留下来照顾她 传出去 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却见楚清皇 已经头也不回地举步离去 前朝后宫 向来都是迁意发动全身 奉景之是丞相府嫡子 她的姑姑是奉贵妃 听到消息 首先坐不住了 自己的儿子三皇子 想要得到皇位 就必须要有楚清皇的帮忙 所以她必须要让奉景之 留在公主府 绝对不能退后回来 于是找到太后吹耳边风 求太后做主 当初护国公主看上景之 擅自请求皇上赐婚 如今厌弃便想修就修 把奉府当成了什么 而太后主义的储君 就是奉贵妃所生的三皇子 便是一条裤子上的人 急怒交加 让奉贵妃放心 绝对不会让楚清皇 这么肆无忌惮的行事 而这边楚清皇 收到了太后的传诏 不一会儿便进宫 拜见这些把元主 送上皇权的人 见到楚清皇到来 太后压抑着不悦威严的开口 景之呢 被你伤得出不了府了 奉贵妃这个笑面胡 也赶紧劝和 小七过来说话 景之这个孩子 一向温雅手里 与你一向和睦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楚清皇没说话 视线里瞥见 奉贵妃脚紧了帕子 也听见他心里 在暗暗咒骂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只是忍不住想 元主到底有没有读心术 若元主真有读心术 那应该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太后和奉贵妃 还是奉景之 对他都是真真切切的 利用和厌恶 他怎么还能那般 没脑子的硬贴上去呢 楚清皇回过神冷冷道 奉景之跟本宫成亲以来 态度屡屡不公 动辄对本宫侮辱谩骂 犯上不尽 本宫秀一个不守复道的驸马 有何不妥 如今的西齐护国公主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头脑简单 随随便便被人利用的花痴 她的行为处事 不看别人脸色 只看自己愿不愿意 旁人谁也干涉不了 面对太后的威压逼迫 也面不改色 秀一个不守复道的驸马 有何不妥 完全没有给他们面子 太后脸色垮了下来 怒斥小妻 你还有没有一点规矩 在哀家面前 竟也如此放肆 楚清皇那双毫无感情的毛子 直钉太后 场面瞬间寂静 太后若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就这么冷漠地推门离开 守门太监瞧她走得 不是出宫的方向 却也不敢提醒 离开人寿宫 楚清皇去了一趟太医院 这是她第一次来 太医们听说七公主驾到 各个脸色大便 全部放下手中的活出来宫营 楚清皇脚步一顿 然后听到了诸位太医乱七八糟的畏惧心声 感叹园主做人可真有一套 活成了个母老虎 沉默片刻 面无表情地扫视着眼前惶恐不安的众人 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本宫拿点药就走 为首的太医 连忙躬身哆哆嗦嗦地表示 公主殿下想要什么药 老臣这就去配 楚清皇收敛了气息 但语气依旧冰冷 让太医开些调理内伤和外伤的药 请公主殿下烧的 老臣这就去配药 太医们顿时四散而开 赶紧打包药材 让七公主带走 太医院顿时忙得人养马翻 楚清皇眉心微皱 两久沉默 不一会儿 太医首尊亲自提着几包药材递给她 这些药材该怎么煎 都已经写好了 本宫知道 楚清皇淡默丢下这句话 提着要转身离开 太医院里 众人总算松了口气 还好 还活着 随后又开始八卦 七公主亲自来取药 谁这么大面子 难道是打伤了驸马 现在去世好的 于是 太医把七公主 亲自来太医院取药的消息 回禀了太后 太后听完 表情终于好看了一些 看来她到底还是在乎景致的 希望如此吧 凤贵妃在椅子上坐下来 眉心还是猝着 担心凤景致的伤势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千万不能拖他们后腿 回到公主府 楚清皇把药材拆开 仔细检查成分之后 才吩咐侍女去监要 但喊了声扶仓关门 一道影子 从角落账卖后面闪失而出 合上了房门 楚清皇抬眸 看着扶仓说衣服脱了 去床上趴着 扶仓闻言 身躯一震 后院除了驸马 还有四位侍君 殿下这是要做什么 今日发生了太多的第一次 杀人时毫不手软的暗格第一高手 明显有些无所适从 楚清皇听到了他的心声 轻叹一口气 放心 本宫对你没什么兴趣 也不是要折磨你 你身上的伤需要上药 扶仓面带羞涩褪去上衣 身躯僵硬的趴在床上 反观第一次服侍人的楚清皇 倒是游刃有余的 给他身上上药 表情除了天生淡漠之外 看起来倒是比他从容的多 本宫给你定几个规矩 第一 白天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在我身边 除非有特殊任务 否则不用再藏身 第二 晚上不必再在梁上待着 这寝殿里的软榻 你可以睡 第三 以后一日三餐跟我一起吃 我命人给你煎的汤 要你按时喝 但除此之外 任何人在假借我的名义 让你喝什么毒药毒酒之类的 你最好学着拒绝 扶仓一语不发地趴在床上 静静听着楚清皇的命令 觉得这些不符合规矩 刚想说什么 就听到楚清皇淡漠的声音 记住 任何不符合规矩之处 都以本宫的命令为准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扶仓听话的印下 殿下 要监好了 侍女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楚清皇起身打开门 从侍女手里接过汤药 见侍女欲言又止的模样 便问她 还有什么事 侍女回禀驸马那边烧了一夜 最后晕了过去 还在喊着殿下宁 虽然不知道这个驸马想干什么 但毕竟还是凤府嫡子 真出个三长两短 对公主也不太好 凤锦之那个狗男人 居然会念着他 楚清皇淡笑本宫一会儿去看 低头闻了汤药的味道 转身把药放在桌上 看着扶仓补充 第四点 你身体有了很大的问题 以后不许再吃生冷食物 不许冲冷水澡 按时喝药 本宫帮你把身体调理一下 扶仓对上楚清皇 那双淡漠毛子一正 真的不是错觉 今日的公主殿下 跟往日不太一样 楚清皇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却并不理会 你喝完药就去休息 今晚不必守着 丢下这句话 楚清皇便去了 凤锦之的梧桐院 看一看这个服软的驸马 跨进门槛 一股子药卫扑别来 身为驸马 却跟公主分怨而居 园主还真是样样都依着他 躺在床上的凤锦之 已经醒了过来 脸色惨白的 看着站在床前的楚清皇 眼底带着深沉的探究之色 两久无语 这是什么眼神 楚清皇眉梢轻跳 恨我 凤锦之文言别过头 冷漠说到不敢 楚清皇转过身淡淡的 说感也无妨 既然你如此不谢本宫 本宫决定成全你 等伤势好转了 本宫会给你修书一份 回你的相府去吧 为了他姑姑的孩子 三皇子的楚君位 他必须要留下来 虚仪尾仪 凤锦之慌了 死死攥着床褥 大喊楚清皇 楚清皇却递给他一个 再敢多说一句 就得没命的眼神 凤锦之一夜 惨白的脸色越看越难看 以前楚清皇处处让着他 他有恃无恐 可如今不一样了 楚清皇并不想和渣男多呆 转身走出内室 吩咐侍从好好照顾一家公子 丢下这句话 他举步离开 想想这六公主闹上门 太后和凤贵妃召见 而后凤锦之服软 接下来又会是谁坐不住呢 七公主重罚驸马船的沸沸扬扬 几个皇子听到消息都感到诧异 也很有默契地选择静观其变 唯有三皇子文之色变 眉心紧促 他知道 他父皇有意让楚清皇将来领兵 一定会给他兵权 而且他身边还有一个最高级别的暗阁影位 楚清皇是个女子 无法争处 掌兵权也不担心 他将来拥兵自重 必须拉拢楚清皇 只能委屈凤锦之 被车 本王去凤家一趟 前朝后宫的压力 皇帝召见了妻女儿楚清皇 今天的御前宫里格外热闹 除了一众大臣皇子 还有太后和凤贵妃 楚清皇环世一周 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众人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那些眼神中蕴含着震怒或者冷漠 忌惮或者不解 当然也有不动声色看好戏的 凤丞相见到楚清皇出现 立即开口 公主殿下 不知锦之犯了何事 竟让公主殿下动了大怒 不惜对他动用私刑 还没等楚清皇说话 凤贵妃又开始察言察语 锦之是文若书生 从未受过账责 当初也是公主喜欢他 才放弃入室 进入公主府 还求皇上做主 莫让朝臣寒了心 楚清皇神色漠然 眸光寒煞瞥着凤丞相 凤锦之对本宫出言不逊 动辄侮辱谩骂 本宫没杀了他 已经是格外开恩 丞相是对本宫的发落有意见 凤丞相对上楚清皇 冷冰冰的眸子 暴力公主的威名 让他打了个寒战 随即脸色微变 锦之辱骂公主 这不可能 锦之一直是个 知力手里的男子 当初也是公主殿下 想要嫁给他 所以才 楚清皇眉心微皱 语气冷漠到了极致 打断了他的话 看来丞相大人 是对本宫多有不满啊 你的意思是 凤锦之跟本宫成亲 委屈了他 凤丞相听着这个陷阱题 心头一惊 下意识地 看向龙座上的皇帝 臣不是这个意思 婚事乃是圣旨所赐 他真敢说委屈 岂不就是对皇上不满 三皇子健壮 赶紧出来解围 一副正义之事的模样 七妹私自动行 窒息其律法于何地 致皇族尊严于何地 楚清皇冷冷扫了一眼三皇子 却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本宫的事情无需你过问 别说区区武士大阪 他若是再敢惹本宫不高兴 本宫把他堕碎了胃狗 在场的人奇迹打了个冷战 都不敢作声了 太后仗着皇帝在 大声呵斥他放肆 楚清皇突然听到皇帝的心声 如今稀气国库不足 东陵国的上贡 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凤家的儿子 不过挨了顿打罢了 闹得没完没了 他根本无暇理会 凤锦之这事情 最终皇帝略微烦躁开口 清皇 凤锦之好歹 是你过门的驸马 明媚正确 败过天地的 你别太为难他 楚清皇若有所思 在这片大陆上原本有九国 二十多年前 东陵吞并南越和羽国 成为大陆上最强国 而且这些年 一直维持着强盛巅峰 西齐因内乱 伤了元气 无力跟强国抗衡 即便国库空虚 也要向东陵碎碎纳贡 楚清皇抬头淡淡问到父皇 是不是在发愁 今年上贡东陵一事 皇帝眸光一亮点点头 楚清皇语气 但莫回道 我有办法 皇帝精神一震 莫帝抬头 看着这个威名远扬的妻女儿 你有办法 在场众人都也不约而同地 朝楚清皇看来 目光中隐含狐疑 以及莫名的不安 楚清皇抬手表示 东陵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贪官污吏 早已被诛杀殆尽 没有贪官贪末 国库自然拥有充裕的 银两制军养兵 西齐也可以效仿 最近可以派人好好查一下 正好也趁机整治整治贪官 在场的几个官员 不约而同地留下冷汗 刚才兴师问罪的气势 变成了惊恐和忐忑不安 楚清皇目光微转淡淡一笑 奉承相为百官之首 就从丞相家开始吧 丞相大人一直忠于皇上 应该不会反对本宫的建议吧 楚清皇从一开始 就是在利用责打驸马一事 来为自己走上至高位置铺路 其他人却肤浅地一起合伙 批斗楚清皇修驸马一事 不料楚清皇打出一个王诈 反手就要查贪官冲国库 太后和凤贵妃都不干了 小七空有一身武功 却从未接触过朝堂之事 有丰厚家底的 大多是元老重臣 贸然出手 只怕到时候搞得一团糟 朝堂上人心惶惶 反而让皇上焦头烂额 楚清皇不理他 只看着皇帝 只要父皇给我三千敬畏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 我定让国库充裕 贪官无所遁形 而且 我还可以让西齐 今年不需要再向东陵上宫 一国上下都无法解决的是 就这个只会武的蠢货公主能解决 奉承相觉得他是在逞门 冷笑到七公主在说笑话吧 东陵国强大 西齐数年上宫 才能勉强维持设计安稳 你却在这个结果眼上信口开河 大言不惭 你是想让西齐即刻陷入战乱吗 太后也像是看疯子一样 直钉楚清皇 报贺简直太过想当然 根本没考虑过后果 不知所谓 三皇子也阴阳怪气地出生 七妹到底是个女儿家 哪里懂得这些 还是回去跟驸马好好过日子吧 就别在这给父皇添乱了 楚清皇冷眼看着众人 本宫不添乱 那各位任由东陵向西齐争取碎贡 就算是卫国天才了 话音落下 殿内骤然安静了下来 楚清皇神色漠然 并不在意众人围攻式的言语 目光只落在皇帝身上 其他人怎么说都不重要 而楚清皇有办法让皇帝相信他 历来后宫不得干政 就算是太后也无权对国事指手画脚 但今日因为奉景之仪式 后宫太后妃平 皇子和前朝大臣一窝蜂全聚到了这里 也算是难得的大场面了 片刻后 皇帝终于开口 小七 家国之事稍有不慎 就会引发战乱 让生灵涂炭 岂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都回去吧 贵妃 你派人去公主府照料好驸马 小七留下 众人带着不满告退离开 心里都在付匪 七公主果然是四肢发达 脑袋简单的蠢货 东陵碎贡是无奈之举 她拿这个作文章 果然惹了皇上不怨 这个疯子 随她闹吧 等她败进了端妃那边 在父王面前的好处 皇位就是我的了 这些新生 全都被楚清皇听得清清楚楚 她依旧神色淡漠 不发意语 大殿上只剩下皇帝和楚清皇 皇帝便直接问 小七 你说有办法 是什么 西齐年年给东陵上贡 这不是出于朕的本意 而是局势所迫 现在各国都没有底气 跟东陵抗衡 就知道 没有哪个皇帝 愿意屈居于他国 楚清皇倾笑 我没说要跟东陵抗衡 我只是有办法 让东陵主动免去西齐上贡 皇帝精神一震 随即摇头 这根本不可能 楚清皇却很自信地表示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三月之内 我必定让东陵使臣 亲自过来一趟西齐 到时候 父皇子会知道 我说的靠谱靠谱 皇帝沉思了起来 西齐这几年 都是在秋季上贡 眼下才是三月 就算他做不到 到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 但假如他真能做到呢 西齐便能就此还口气 皇帝这般想着 忽然皱眉 沉默片刻又问什么条件 楚清皇淡淡地说 第一 封我为长公主 地位仅次于未来的储君 第二 我要暗阁 楚清皇答应皇帝 只要把暗阁给他 一个月之内 会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 封他为长公主 能保证东陵跟西齐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无需再上贡 东陵十年之内 绝不会对西齐出兵 如今西齐立储一世 至今悬而未决 大皇子楚天陵 乃是先皇后所生 可立长子 二皇子楚天阔 是先皇后所生 可立嫡子 三皇子楚天印 是奉贵妃之子 背后有奉丞相一党支持 五皇子楚天真 和楚清皇一样 是端妃所出 娘家陵是一族 手握兵权 四位皇子四足鼎立 旗鼓相当 都是有资格成为储君的人 可个个少了份气魄 只知道与朝堂势力周旋 可这江山到底 还是需要一位储君继承的 楚清皇近来的表现 倒让皇帝觉得沉稳了几分 可堪大任 可惜到底是个女子 皇族通常只有皇帝的嫡女 或者姐妹 才能策封长公主 承受多大的恩责 就得做出多大的功勋 这是相应的责任 或者是需要付出的代价 皇帝这次破例允了 楚清皇暗格和长公主之位 可他若做不到答应的事 那便会让他自财谢罪 和皇帝谈妥之后 楚清皇又去见了元主的生母端妃 如今宫中最受宠的端妃 确实是个大美人 可端妃本是不愿理会这个女儿的 大多时间也只是在皇帝面前 才维持着温柔的母亲形象 但今日楚清皇在御前宫里的表现 让端妃颇感意外 心里打起了如意算盘 如果这个女儿 真能做下一些功勋 与自己儿子争处也是有利的 最好形势越肆无忌惮越好 把该铲除的对手都铲除 让其他皇子元气大伤 到时候再让自己儿子出面 安抚那些被楚清皇得罪的朝臣 踩着他收拢人心 等天真坐上皇位 想办法处理了他就是 免得后患无穷 楚清皇不动声色的 将端妃心声听了得清楚明白 对元主这个亲生女儿 都没有丝毫真心 还给他讲什么 异母同胞真正的亲人 清皇 端妃眉心微醋 压下心头不悦 你在想什么 楚清皇回神淡淡的问 你想让我做什么 端妃将奶茶往他跟前推了推 你就应了查抄大臣的诗 这官员的位置 自然是想动就动了 户部尚书家底封后 你二舅舅 已经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许久了 你觉得 是不是该往上提提 梅艳公主 破例或封掌公主 尊贵无比 身边却都是恶意虚情的小人 就连亲生母亲 都要利用他为哥哥的 储君位做垫脚石 只有隐位扶仓 从始至终都忠心带他 楚清皇将奶茶推了回来 抬眸看他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楚清皇没心情再留在这里 应付端妃这种仅有血缘 却无丝毫亲情存在的母女关系 拱手告退 我先回去了 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 以后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端妃脸色一轻 对这个女儿实在喜欢不起来 但为了自己的儿子 她也不愿跟楚清皇交恶 让那些居心叵测之人畅快 出了皇宫 坐上自己的马车 楚清皇看着跟在身旁的隐位扶仓 心里叹息 连生母都厌恶 原主活得貌似挺失败的 周围围绕的 都是满腹算计的虚假小人 唯一一个忠心耿耿的隐位 却被他亲手折磨致死 这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楚清皇以着车厢沉没 直到马车抵达公主府大门外 抬头就看见门口站着两人 而为首的 竟是脸色苍白如指的驸马凤锦之 楚清皇脚步就这么一顿 随即漫不经心的抬眸 唇角泛起击翘的弧度 楚清皇我想知道 凤锦之话未说完 就被楚清皇打断 见到本宫还不行礼 看来你还没学会教训 凤锦之脸色轻了轻 看着楚清皇的眼神 英智沉默 楚清皇有些不耐 但莫得吩咐管家 驸马这两日有些没规矩 本宫罚他 在此跪一个时辰 你在这里照看着 别让驸马晕过去 凤锦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他震怒 看向楚清皇 你失心疯了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耍什么手段 我都不会 突然一阵风扳掠到他跟前 抬脚狠狠一踢对方后吸窝 凤锦之整个人 毫无预警地跪倒在地上 虚张声势叫嚣的声音 就此卡在了喉咙里 膝盖重重砸在地上的声音 听着都吓人 凤锦之疼的一张脸 都扭曲了起来 楚清皇转头看去 动手的人是扶仓 对上他的眼神 扶仓低头回应 他以下犯上 罪该万死 有个忠心耿耿的人护着 楚清皇微微一笑 正要离开 外面忽然想起 太监阴柔高亢的声音 圣旨道 楚清皇转身 公主府里里外外 骑刷刷跪了一地 一人托着宝册 一人托着金印 皇上有指 侧封七公主楚清皇 为长公主 亲自 话音落地 传旨太监甚至不敢 让楚清皇跪下接纸 恭恭敬敬地 把圣旨送到楚清皇手里 恭喜长公主殿下 奴才先给殿下请安 楚清皇微一点头 示意扶仓 把两个小太监手里的 金印宝册接过来 奉景之算什么东西 风花雪月有何用 他要的是驰骋江山 号令群雄 做万人仆夫的天下之主 回到请殿 楚清皇让贴绅士女 把圣旨和金印宝册 拿下去收好 开始思索着 西齐眼下的局势 眼下皇帝那边 已经没什么问题 只要解决了国库 和上贡的难题 不管他是暴力也好 我行我素也罢 或者做出多少 离经叛道的事情 皇帝都会容忍 见楚清皇有些疲惫 扶仓一双手 搭上他的病角 力道恰到好处的 按压起来 殿下 属下已经挑了几个影位 主子可要见见他们 楚清皇但问人在哪 扶仓轻声换了句进来 煞世间 四道黑影 如鬼魅般闪身而入 扶风 扶云 扶威 扶影 皆是年轻矫健的 十七八岁少年 清一色黑衣静装 齐刷刷跪下 拜见主人 楚清皇打量了他们一瞬 才开口 给你们三天时间 分头行动 找出户部尚书 贪末勾结 结党隐私的证据 本宫会带着证据去抄家 四人领下第一道命令 如鬼魅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楚清皇微眯 卓眼淡淡开口 你在暗阁是第一高手 这是陈述 不是询问 扶仓按摩的动作一将 垂谋回到室 第一高手这四个字 在两年内 让他吃了太多的苦头 当初就是因为 七公主无法战胜他 他又孤傲地 不愿低头示弱 才会来到公主府 被公主厌恶 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昨天开始 公主好像变得 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还是 下意识地就要跪下 却听楚清皇倒站着回话 本宫想让你执掌暗阁 能做到吗 扶仓愣了一瞬 缓缓点头能 公主这是信任重用自己了 才会将这么重要的暗阁 交给自己打理 公主殿下真的不一样了 楚清皇没再说话 寻思如今以掌公主的身份 执掌暗阁 从此便有了 尽情嚣张跋扈的底气 至于后宫皇子 朝臣权贵这些利益争执 都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眼下要先处理 原主后院的四位侍君 这两天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几个侍君 居然没有一个出来看热闹的 而与此同时的公主府西院 四位侍君正 闲情意志的聊八卦 镇北王府树子麒麟 妾义躺在摇椅上笑道 奉锦之又被罚了 一袭红衣的红雨 带着几分桀要点头 看来这位公主突然开窍了 转头看向另一个侍君 互布侍郎数子 温战 你怎么看 一袭青山云袍飘逸出尘 清明了一口茶水淡淡地说 西齐朝堂的天要变了 奉锦之跪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晕了过去 消息禀到楚清皇面前 他只让人告诉奉锦之 这两天好好养伤 别再出来作妖 早些养好了伤 早些拿着修书滚出去 美燕公主竟主动邀请影卫 睡自己的床 府上除了一位俊美中心的影卫扶仓 一个长得好看 表里不一的渣男驸马 还有四位角色男宠齐聚良亭聊八卦 第一位是镇北王之子麒麟 一席徽山 潇洒桀 第二位年龄最小的公寓 一席红衫容貌 堪比女子的柔美 第三位是户部侍郎之子温战 一席轻衣见眉心目 颇有竹林君子的风范 第四位是御史审大人之子审仲景 一席云山 温文尔雅 楚清皇命身边的老嬷嬷前来告知己人 明晚去东上阁用膳 自打他们几个禁服 既没有人看顾 也未曾有人刻意刁难 白白占了弑君的名分 以前因为公主专宠驸马 对他们视而不见 所以他们也不曾在公主面前争宠表现 如今驸马被咽弃 明晚的晚膳聚会就有些许期待 红宇觉得 凭自己这漂亮脸蛋 没准就能荣获专宠 夜里 睡得正香的楚清皇 被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吵醒 隐约听见 貌似是浮仓发出来的声音 心声无疑 举步走出殿 赫然发现 合一而眠的浮仓身体 正在不停地打哆嗦 看起来好像很冷的样子 楚清皇下意识看了一眼窗子 雕窗紧闭 并无夜风吹进来 再说眼下已是春末夏初 我这身单一也不觉得多冷 浮仓一个正直轻壮的舞者 怎么会冷地打哆嗦 凑近发现浮仓唇半都冻得发白 身体不自觉地蜷缩成了一团 显然不是伪装 难道是生病了 他抬手试探浮仓额头 浮仓猛然惊醒 紧觉得像是夜里的鬼魅一般 瞬间一跃而起 眼含杀意 抓住了摸他的手 直到视线里 忽然映入楚清皇那张绝艳贵气的脸 一瞬间 眼神恢复平静 变得公顺 赶紧放开楚清皇的手 楚清皇却反手抓住了他的脉门 打亮着浮仓的脸 方才异常的苍白已经不见 此时看起来跟白天没什么区别 练武之人被制住脉门是致命的 若现在要杀他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浮仓不反抗 只沉默地看着楚清皇为他把脉 然而从他的脉象看不出什么异常 可清醒是好端端的人 睡觉时怎么冷得像冰块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想要好好观察一下 便对浮仓说去本宫的床上睡 白天强悍狠辣的第一高手 一到晚上睡觉 就会浑身冰凉色色发抖 楚清皇觉得 是原本浮仓的床他不够好 便让他睡自己的床上 浮仓整个人一僵 属下不敢 楚清皇平静地提醒 还记得本宫昨日的话吗 浮仓脸色微变 想起昨日公主说的 无条件服从命令 纵然明白这不合规矩 他也没有反抗的余地 乖乖地起身挪床 公主床上只放着一床薄被 浮仓表情无错 慢吞吞地往床上挪动 楚清皇安静注视着小隐 为纠结为难的表情 不知怎么的 忽然就觉得有趣 多年忌冷的心态 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些变化 嗓音也不自觉地 多了几分漫不经心的书来 需要本宫报你 闻言 浮仓再不敢拖延 力所地躺到了床上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不安地望着楚清皇 看起来像是要被逼梁为娼一样 随后 楚清皇也躺了上去 把被子扯过来 丢给浮仓 让他自己盖好睡觉 浮仓僵硬地扯过被子 虽然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冷 但主子的命令违抗不得 应了一声 浑身僵硬如石头 颤巍巍地闭上了眼 楚清皇自然没错过 那颤动的睫毛和心理活动 白天强悍狠辣的隐味 现在这般反应有趣 浮仓起出僵硬的姿势 也慢慢随着很快到来的浅眠 而放松了下来 下一秒 楚清皇又见到浮仓身体 开始慢慢缩了起来 薄被在他身上 被裹成了残涌状 可他看起来还是冷 身体无法克制地开始轻颤 楚清皇也跟着眉头又皱了起来 入睡后这个身体反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情形太过古怪 天亮之后 还是要请大夫来看看 正想着 却见裹着被子呈残涌的浮仓 一点点往他这边挪动 没过多久 竟直接从被子里 把手伸了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腰 楚清皇威乐 然而 目光落在浮仓 渐渐安静下来的身体上 不由得纳闷 抱着我睡 就不冷了 我比被子还管用 他睡着的时候身体冰凉 若是在夏天 抱着睡 应该会很舒服 只是冬天大概需要一些炭火了 话说他身为舞者 按理说 碰到我应该立刻惊醒 可现在就毫无反应 看着扶仓越抱越紧 呼吸越来越平稳 还真是抱着我睡 就不冷了 如果现在把他叫醒 他会不会因为自己 屋里冒犯的举动 而吓个半死 然后再度跪地请罪 就这样 楚清皇被小尹卫抱着睡了一夜 天蒙蒙亮时 浮仓睁开了眼睛 意识还有片刻发猛 他从未睡过 如此安稳如此沉的觉 不过这点茫然发猛 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 待他看到公主角色的脸庞在自己眼前 自己双手紧紧抱着主子纤细的腰石 脸色煞白 瞬间弹坐了起来 跪着请罪 楚清皇慵懒地睁开眼睛 看着扶仓 抱着本宫 睡得可好 尹卫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公主床上 还抱着公主 吓得赶紧跳下床跪地等着处罚 楚清皇站起身 舒展着一夜没动 而僵涩麻木的身体 淡淡地说算了 去伺候本宫洗漱 等到楚清皇从店内出来时 意外看见了 站在店外石阶下的凤锦之 没想到 他会拖着重伤未愈的身体 一大早就厚在了店外 还真是能屈能伸啊 凤锦之目光灼灼 看着楚清皇 清皇 我有话跟你说 楚清皇淡漠地打亮了一眼 你是不是又忘了 这是何处 本宫才是这座府邸里唯一的主子 见到本宫不知道要行礼 凤锦之脸色骤变 极力压抑着心头生疼而起的怒火 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贱人 开始视若居理 之前是我不好 殿下能不能别跟我一般计较 看到福仓给楚清皇披上外衣 自然美好的画面 随即语气带着若有似无的责问 这两天 殿下好像变了一个人 是否喜欢上了别人 又做出一副忏悔姿态 以前是我不懂感情 想用特别的方式得到殿下的关注 只是后来才发现 自己用错了方法 殿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楚清皇冷漠地看着眼前人装模作样 淡淡地询问福仓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福仓站在楚清皇身侧 在公主府两年 这个驸马的所作所为 他比楚清皇看得更轻 瞟了眼那个虚情假意的驸马 回到不信 凤锦之发痕地咬着牙 眼神鄙夷地看了一眼福仓 他只是个隐蔚 身份卑贱 殿下以前最是厌恶他 今日怎么 楚清皇看傻子一样地看着凤锦之 带着嘲讽意味说 你怀疑他给本宫下了迷魂药 然而凤锦之听了之后 竟肯定地点头 极有可能 楚清皇顿时无语了 他听不出这是讽刺吗 看来不仅是个渣男 还是个蠢男 语气淡漠的开口 你能在此处等我 想必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 这就回去梧桐院 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午后 本宫会派人把修书给你送过去 赶紧走 你别留在这里 爱本宫的眼 见楚清皇如此决绝冷卧 凤锦之绷不住了 大喊楚清皇 想着自己都如此低声下气了 这个贱人 竟然还不满意 他的心里辱骂都进了楚清皇耳朵 脸色皱冷 昨日交的规矩 看来你还是没记住 话音刚落 凤锦之还没来得及反应 耳畔风声掠过 细窝已经被人狠狠踹了一脚 熟悉的剧痛袭来 跟昨天一样 毫无预警地被踹跪在了地上 他的护卫一惊 公子 你没事吧 连忙去扶住他 凤锦之疼的脸色扭曲 怒火中烧的他 却只敢在心里一遍一遍地骂着贱人 楚清皇眉稍微调 骂来骂去都是这句 一点心意都没有 无趣 看了一眼回到自己身后的扶仓 抬手摸了摸扶仓的脑袋 谢谢你的衣服 然后转身离开 扶仓却呆愣在了原地 这么温柔的抚摸 还有公主对他的态度 扶仓脸颊泛红 常年冷静的心忽然跳得好快 这边凤锦之恶人先告状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又禀报到了凤府 他的妹妹大肆辱骂楚清皇这个疯子 凭什么这么对大哥 三皇子冷哼一声 可不就是个疯子 还说什么要抄家 大臣的家就那么好抄的 现在仅值讨不到好 他就成了彻底的变数 但他现在有父皇撑腰 我们还是要想法先稳住他 去请他来凤府一趟吧 暗格隐蔚的办事效果很高 从昨日午时 被派出去调查 户部尚书摊墨的证据 到今日午时 就呈上来了调查结果 中宝四囊之数额巨大 楚清皇漫不经心地翻 看着账策上一笔笔巨额的账目 难怪端妃想要让林氏自家人上位 争处君位子 需要大量钱财 占据了这个职务 争处所需的钱财 就毫无烦恼了 楚清皇沉吟一瞬 抬头看着扶仓 你觉得护部尚书 被抄家问罪之后 谁适合接管护部 扶仓默了默回到林二老爷 虽然他心里并不看好这个人 但想到林家是公主的母族 才给出了这个答案 楚清皇听到扶仓内心的想法 抬眸看他一眼 如果我不想让他上任呢 他并没有兴趣为楚天真筹谋 即便那个人是原主血缘上的兄长 还不足以让他放弃自己成王的机会 给他人当殿搅食 脑子里还在想着 谁最适合接任护部尚书之位 扶仓威正愣 然后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殿下 后院的温公子 他的父亲温行云是护部左侍郎 也许可领护部尚书之位 楚清皇有些意外 长于武功的隐位 对权谋也有见底 便问为何 护部尚书红尘海是凤贵妃一党 扶持的是三皇子 温行云支持的是五皇子 所以跟护部尚书红尘海一直不合 而他能力稀松 在五皇子的阵营中地位也一般 可为主子所利用 温家还有一嫡子温利 但能力比温战差上百倍 当初也是他设计温战当了士君 在无缘入世 因此 温战与温家不合目 等主子不再需要温行云时 可以斩草除根 只留用一个温战 也不必担心他会寻仇是主 楚清皇微挑眉 没料到扶苍竟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隐蔚的职责只是保护主子 没有干涉主子决策的权利 扶苍说完便 公身请逾越之罪 楚清皇却没有怪罪 让他起身 还决定今天晚上就见见这个温战 换来侍女 让他去跟凤景之说一声 晚上的宴会 他务必出席 这会儿 吴嬷嬷站在店外禀报 殿下 凤姑娘派人送来了请帖 说是明日在府中举办赏花宴 邀请殿下过府赏花吃茶 扶苍沉默地走去 把请帖拿了过来 恭敬地递给楚清皇 看来凤婉月 这就坐不住了 硬了吧 明日便去凤府走走 夜晚 楚清皇在水泄花亭 召见了几位士君 皆是外表极为出众的男子 这原主号美色的名声 果然名不虚传 楚清皇坐在主位上 淡淡地说起来吧 本宫已有数月未见你们 记性有些不太好了 各自报一下身份名讳 红玉眼神暗示一旁的麒麟 让他先带头 麒麟连忙垂谋做恭敬状 齐家庶子麒麟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对他们的容色和穿着打扮 一点兴趣都没有 端起茶盏轻戳一口 听着几位士君各报家门 不禁在心里付匪 怎么都是庶子 这原主是特别钟爱庶子 还是因为庶子好欺负 被强弩禁服也反抗不得 最后一位自报家门的 就是温家庶子温战 就这样的气度 说他是温家庶子 还真让人难相信 本该驸马坐的位置 楚清皇却让小颖卫坐了 这是要将他扶成正宫吗 气度高华的温家公子 温战压轴出场 恭敬地行了一礼 楚清皇目光落在他面上 忍不住想挑眉 就这样的气度 怕是那嫡子也无法比 听闻你学识不错 温战微微一愣 怎么会关心我的学识 他应该感兴趣的 不是我今天的容色 和穿着打扮 是否和他的眼吗 带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回到 在下学识还行 多谢长公主殿下夸赞 楚清皇听到他的心声 嘴角一抽 他对他的容色和穿着打扮 一点兴趣都没有 淡淡地说本宫 没有夸赞你 下一个 红雨恭敬的上前见礼 楚清皇看着他一袭红衣 同眸干净清澈 和那隐藏起来的几分桀骜 这个不是数字 是园主在拍卖场买过来的 抿了一口茶水 楚清皇按道 园主艳福不浅 相比之下 那凤锦之除了有个身份 哪里当得起这个驸马 正想着 外面廊下响起恭敬的说话声 驸马爷 您小心线 慢点走 楚清皇略微抬眸 见凤锦之被侍从搀扶着走来 步履不稳 苍白的脸上有汗水滚落 看起来格外痛苦 压下想要对着楚清皇 破口大骂的冲动 僵硬地冲着楚清皇行礼 沉见过公主殿下 四位侍君看着 如此模样的凤锦之 表情皆是微妙 今日叫凤锦之来 是故意折磨她 还是想继续承认她的身份 亦或者是打了她 再给她一颗甜枣 红宇这个不嫌事 大得懒洋洋地提醒 驸马爷 公主殿下 已经被皇上册封为长公主 所以你应该说 见过长公主殿下 众目睽睽之下 凤锦之沉着脸 只得重新说一遍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 看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免礼 都坐吧 侍君们一个个入了座 楚清皇的左侧 留出了一个位置 侍君们都挺拾去 没有主动靠近楚清皇 反倒是凤锦之游 是从扶着她 自然而然地 到了楚清皇左侧的位置 正要坐下 却听楚清皇冷漠的嗓音 你坐到对面去 凤锦之身体一僵 已经弯下来的腰 不得不直起来 有种屈辱感 她冷冷怒视着楚清皇 你到底什么意思 楚清皇眉目微寒 是还想跪着吗 凤锦之咬了咬牙 压下愤痕 转身走到她 对面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屁股刚落到凳子上 就疼得她一个哆嗦 将着身体不敢再动 红雨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抱歉 我只是觉得 驸马爷现在的情况 属实有些惨 怕是跪着 对她来说比坐下还容易一些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凤锦之身上 凤锦之强忍着脸上 火辣辣的难堪 在心里把楚清皇 又狠狠地咒骂了一遍 才直起身体道理放肆 我站着吃 温战从容不迫地开口 驸马爷身体娇贵 乍然被板子如此责打 自然受不住 虽然他的语气 听着温和无比 可此时身体娇贵这四个字 对凤锦之来说 无疑是赤裸裸地讽刺 麒麟也温声复合 凡事都有第一次 我练武便是如此 等驸马爷多受几次罚 应该就没这么娇贵了 凤锦之眼神阴冷肃杀 忍不住想发脾气 这些低贱的士君 以往在他面前 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会儿居然都敢落井下石 就不怕他以后报复 楚清皇像是没听见 几人的口角之争 淡淡开口 扶仓 过来坐 一身黑衣的扶仓 已经没有之前的不自在了 不发一语地走过去 在楚清皇左侧坐下来 场面为之一镜 四位士君目光齐齐 从凤锦之脸上 移开转头看向扶仓 他们还以为楚清皇是不愿意挨着人一起坐 没想到是他们料错了 楚清皇只是不愿挨着凤锦之坐而已 不过 贴身隐位什么时候 能跟主子一起坐着用膳了 凤锦之脸色 已经无法用难看来形容 那是一种混杂着震惊愤怒被羞辱的难堪 以及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在眼前的尖锐愤恨 楚清皇却没管中人的诧异 只平静地吩咐 鉴于驸马身体不适 即日开始 公主府中除了本宫之外 对内主事大全 全部交给扶仓负责 如今的公主府 除了美艳公主本人 便是扶仓地位权力最大 楚清皇当众宣布了这个决定 众人都很清楚 驸马已经彻底失事了 新秀是隐位扶仓 晚膳结束之后 楚清皇放下筷子 淡淡开口 温战留下来 其他人先回去 这顿饭吃的凤锦之 早已接近历劫状态 再听到这句话 他恨得牙痒痒 今日过来 这里受了小半个时辰的罪 就是为了给楚清皇 一个立威的机会 还是说 根本就是为了羞辱他 然而 他此时实在没力气奋募 这两天 他被楚清皇搓磨得 已经没了脾气 只能在心里咒骂来 发泄不满 决定暂时忍下这股憋屈 等伤势痊愈了 再跟楚清皇算账 花厅里很快就只剩下楚清皇 和身边站好的扶仓 温战没了莫恭敬开口 不知殿下留我下来 是为了何事 楚清皇抬眸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听说你学识不错 还擅长算术 在温家没什么地位 温战很诧异 公主从不关心后院士君 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默了一瞬 缓缓点头试 三言两语间 楚清皇已然看出 这个温家数字 一直在韬光养晦 隐藏锋芒 等待时机 便直白地问他 想入室吗 温战很意外 但凡是公主的男人 不管是丈夫还是男宠 都没有入室资格 短暂思索着楚清皇的用意之后 回到殿下 我入室有两个障碍 第一 按西齐惯例 士君不可入室 其二 温家还有个父贤的嫡子 父亲绝不可能让我越了过去 殿下若需要我入室 我愿意 但我有条件 楚清皇目光微抬 看着以一副绝对恭敬的姿态 站在自己面前的男子 有些意外于他的胆大 毕竟放眼整个西齐 没几个人敢于跟楚清皇 这个暴力公主谈条件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随口问他什么条件 温战平静地回道 我可以肝脑徒弟 为殿下效力 但殿下虚保 我不再受到任何人欺压彻肘 不再被温家任何人束缚 不再低人异等 不再需要冒着挨打的风险 偷偷读书学习 不再被送去以色待人 哪怕有一天是复杀兄 殿下也得为我兜着 楚清皇站起身 就这么安静地看着温战 对于他的胆大智谋表示满意 缓缓点头成交 回去准备今年的秋围吧 你的目标是成为壮子 过几天是温大人五十大寿 作为仁子 你该回去给父亲拜个寿 本宫与你同去 温战纯狡猾过一抹浅淡的弧度 撩了衣袍跪下 多谢殿下 臣不会让殿下失望 这一跪式宣誓效忠 是代表臣服 是誓约的开始 另一边凤府 为了凤锦之能留在公主府 他们专门举办了赏花宴 可凤锦之的妹妹却极不情愿 楚清皇那么对大哥 还专门请上门 真是晦气 凤锦之的母亲老白莲花 劝他沉住气 等利用完楚清皇 日后自然有算账的时候 这时 一生长公主驾到 凤家门前下人纷纷跪倒 凤夫人带着凤婉月他们 在中院迎接 还是从前那般假笑故作慈善 过去拉人 清皇你来了 楚清皇的贴身侍女锦兰 立即挡住凤夫人 冷冷提醒 殿下已经被册封为长公主 封号地位与皇后相当 所到之处 臣民皆需以大礼参拜 凤夫人这是不懂规矩 还是故意怠慢 凤夫人正要斥责 锦兰狐甲虎威 目光对上楚清皇 那双清冷的眸子 刹那间遍体生寒 凤家被下红门宴 以为能拿捏住美燕公主 不想楚清皇气势全开 由着侍女仙 给她各下马威 凤夫人牢记以前的楚清皇 每次来凤家时 都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 觉得自己又有底气了 冷声呵斥 锦兰让开 我跟殿下说话 轮得到你一个吓人插嘴 凤夫人看着楚清皇 抢逼着自己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意 清皇 你以前与我最是亲近 每次来凤家 我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招待 一眼看穿虚情假意的楚清皇 依旧面无表情语气淡淡 尊卑不可乱 凤夫人不必与本宫攀关系 凤夫人心头恨极 面上却不敢流露出丝毫不尽 带着女儿乖乖跪拜行大礼 心里还嘀咕 这个贱人装什么装 刚册封长公主 就开始摆架子了 若她只是寻常世家贵女 是景之娶进门的媳妇 我一定要好好教教她 什么是孝敬婆母的规矩 楚清皇无视了 她在过躁的心声 说了句免礼 就举不往里面走去 刚坐下 凤婉月就尾随至楚清皇身侧 殿下 我大哥 他死不了 楚清皇依旧语气淡淡 过几天等伤势好一些 你们就去把他接回来 凤婉月一听接回来 笑容一将 他们此次的目的 就是要让凤景之能留在公主府 收敛了情绪 笑到殿下是在开玩笑吧 我大哥跟殿下是圣旨赐婚 怎能轻易修复 楚清皇平静地晃了晃手中的茶杯 不急不慢地说 凤景之在公主府里言语失德 犯上不尽 屡屡对本公口出恶言 本公修他不得 你不想让他被修回来 那留在本公府上 三天两头 让本公寻着借口 搓磨一顿可好 凤夫人听到这句话很是不悦 心里咒骂这个贱人 我倒想看看 他被泼上一头茶水 还会不会这么气定神险 楚清皇目光微转 冷漠而平静地看着他 凤夫人 你是不是特别想用茶水泼王 凤夫人准备拿茶杯的手一顿 被楚清皇看得头皮发麻 他强自镇定地开口 怎么会 楚清皇眼神越发寒凉地 看着凤夫人 最好不会 毕竟冲动会坏事 本公可不知道 自己被惹怒后 会做出什么事来 凤夫人忽然就想到了 楚清皇暴力残忍的名声 脸色顿时惨白 大气都不敢出 楚清皇放下了茶杯 看了一眼面色惨白的凤夫人 赏花吃茶得有个好心情 今日本公心情不太好 以后有空再说吧 说完转身往外走去 凤夫人没事的时候 其实可以吃吃斋 念念佛 修养身心 去去身上的浮躁之气 本公再给凤锦之三日时间养伤 三日之后 凤夫人最好派人去把他接回来 否则别怪本公用非常手段 凤夫人盯着楚清皇张狂的背影 心里恨不得楚清皇当场暴毙 这个竟然来了不到一炷香时间就走 根本不是来赴宴 就是专程来羞辱我 羞辱凤家的 楚清皇刚踏出房门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七妹怎么走了 三皇子挡着楚清皇的前路 又开口邀请 我来看看舅舅和舅母 七妹跟我一起进去吧 楚清皇沉默不语 一个眼神都没给三皇子 继续往外走 三皇子大喊七妹 同时伸手拦住不让楚清皇走 只是下一秒 他的手刺痛 被迫收了回去 扶舱打退那只猪爪 现身将楚清皇护在身后 冷冷地看着三皇子 三皇子抱着手臂身影 疼得他脸色煞白 身后的侍卫琪琪抽出长剑 寒光四射 不约而同地指着 站在楚清皇身侧的扶舱 刺杀皇子 罪无可赦 犯上心胸 罪该万死 还不束手就擒 这些人这会儿有多装逼 等会儿就有多怂 不知从哪里借的胆子 竟敢当着暴力公主的面 要杀公主的隐蔚 楚清皇眉心微皱 冷冷看着眼前三皇子的几个护卫 想死 几个护卫不安地面面相去 颤抖地说 公主殿下的护卫打伤皇子 乃是犯上行凶 按罪当诛 楚清皇慢条斯理地抽出腰间的鞭子 神情冷漠地看着三皇子 谁先来 这明显是要护短 再稀奇也没几个是楚清皇的对手 三皇子压下心头恼火 淡淡贺令 你们都退下 护卫们收剑后退 三皇子又忍着万古 像是碎裂的疼痛 走到楚清皇面前 目光冰冷而戒备地 看向站在一旁的福仓 七妹 你身边的下人教得好啊 楚清皇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 确实 三皇兄以后 记得离我远点 否则下次只怕就真的要断一只手了 福仓 我们走 隐蔚的责任便是拼死护着公主 如今被公主护着 让福仓心头一暖 有些情愫在慢慢发芽 三皇子忽然觉得 这个皇妹的气场 好像比以前更强 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想到楚清皇刚册封的长公主身份 想到她我行我素的脾气 以及最近刚激起的陈怨 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楚军为力之前 绝不能得罪她 楚清皇已经和福仓出了凤府 准备上马车回府 三皇子今日来此就是为了见楚清皇 此时自然不愿意眼睁睁看她离开 连忙走到马车前喊道七妹 她压下心头翻腾的情绪波动 强迫自己扬起一抹笑意 我还打算去七妹的府里看看景之 今日正好 七妹可介意我跟你一起回府 楚清皇干净利落地回答介意 本宫喜欢安静 不愿被人打扰 盖上了车帘 三皇子还想再争取一下 福仓立即坐在马车前 握着马鞭一甩 骏马扬起梯子 发出尖锐的嘶鸣声 载着楚清皇急迟而去 殿下小心 一个护卫连忙上前 千军一发之际 把三皇子拉了过来 受了惊吓 还吃了一连土的三皇子气的脸色铁青 恨恨地望着那楚清皇消失的方向 简直放肆 放肆至极 刚到的六公主掀开车帘 望着马车离开的方向问 那是七妹吗 就这么走了 三皇子偏头看她一眼 六妹有没有觉得七妹最近很不对劲 六公主盲点头 七妹以前喜欢锦枝 喜欢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 对我们也是客气有加 每次来凤家做客 对舅舅和舅母 更是爱屋及乌的敬重 然而 从她第一次罚了锦枝开始 一切都变了 那时 锦枝给那个赢者下药 等药性发作的时候 就带人闯了进去 原本事情的发展 跟我们计划的一样 没出什么差错 唯有楚清皇的反应 出顾我们意料 楚清皇以前最讨厌扶苍 该治罪的人 是赢者扶苍才对 可那日楚清皇 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罚了警知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导致楚清皇 突然性情大变 三皇子手上的刺痛 让他想起楚清皇 方才对扶苍的维护 对了 那个赢者 七妹对他的态度 也很不一样了 六公主脸色微变 不论他为何性情大变 既然楚清皇 不能为我们所用 那他对于三皇兄来说 就意味着 随时可能存在的变数 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 三皇子何尝不想 但扶苍身手太厉害 有他在 许多事情便做不了 六公主忽然唇角浮现 算计的笑容 不一定 护不温侍郎过几日 五十大寿 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机会 三皇子和六公主 一心想着 利用楚清皇夺楚军位 如今已然明白 楚清皇不能为他们所用 便想办法要除掉他 正好护不温侍郎 这几日过五十大寿 他们决定 来个一箭双雕 到时候可以制造一个完美的借口 就说楚清皇发现了 温行云贪污证据 温行云想要杀人灭口 温行云本是端非一党的官员 此番让他跟楚清皇两败俱伤 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六公主说完自己的一番计谋 三皇子满意地点头 这个主意很不错 但是需要可靠的人来执行 六公主笑了笑 并不需要多可靠的人 温家笛子跟温家数字不合 直接让温家笛子来实施计划会更完美 我们也可以置身事外 三皇子点头嗡了一声 忽然叹了口气 若六妹也有楚清皇这般武力 那就更好了 我们压根用不着去讨好别人 三皇兄不用担心 争处靠的不是蛮力 而是脑子 有计谋 才能让能人为三皇兄所用 只等三皇兄坐上了那个位置 还愁没有高手可用 这句话说到了三皇子的心坎里了 他已经在幻想自己坐上那个位置之后 一呼百怒的场景 一声令下 想让谁死谁就死 想让谁活谁就活 楚清皇算什么 扶仓又算什么 那个位置必须是他的 为此 哪怕双手沾满亲兄妹的血 也在所不惜 几人后 朝堂上有头有脸的高官重臣 连皇子也来捧场 抱着打探苗头的心思 纷纷带上鹤里 前往温家给温行云祝寿 今日长公主殿下可会来 你那个树地 不是嫁进公主府了吗 他总是要回来的吧 温家嫡子冷吃一声 他回来又如何 也没见他 讨了公主欢心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楚清皇让温湛 与他共乘一辆马车 温湛明白 楚清皇的意思 既然要给他撑场子 自然就要做出偏宠的态度 只是这样一来 就不担心影响他的敏捷吗 楚清皇抬眸看他 眼神颇为微妙 本宫连弑军男宠都有啊 还需要顾忌敏捷 温湛顿十爷住 貌似也对 心想 最近这位公主殿下性情大变 自己竟然一时间忘记了 他本就是个离经叛道 我行我素的人 在一旁斟酌了好一会儿开口 其实我有些不太明白 殿下竟然把我们都收进了后院 怎么一直未曾与我们亲近 楚清皇翻书的手一顿 皱眉看了一眼温湛 你想事情 驾驶马车的扶舱文言 脸突然一黑 略带报复心理的 让马车压上了小石子 会武功的楚清皇依旧端坐 壳里面的温湛 却碰了一下脑袋 楚清皇把书一盒 淡淡开口 本宫年纪还小 暂时没心思想 这些破事 连驸马都没这个机会 你们暂时也不会有 马车停了下来 扶舱回头告知到了 看向温湛的眼神 多了几分不喜 殿下都没心思 弑君倒想着事情 温湛看了一眼 沉默不发一语的扶舱 咽了咽口水 温府门前有人一眼认出了 这是公主府的马车 马车里的人 是长公主楚清皇吗 没人敢确定 直到温湛从马车里走出来 众人才不知是失望 还是松了口气 接着就有一个嘲讽的声音响起 原来是温二公子 怎么 坐着长公主的马车 回来给温大人祝寿 会比较有面子 二公子架子真是大得很 今日温老爷寿臣 连几位皇子和重臣 都早早就到了 二公子却姗姗来迟 温二公子一表人才 俊美出众 只是弑君的身份到底卑贱 尚不得台面 二公子可别以为 这是个荣耀的身份 就是 换作是我 今晚根本没脸回来 温湛看着众人笑了笑 做七公主的弑君 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能得七公主的宠 倒是可以跋扈一下 忘了告诉各位 今晚长公主殿下 陪我一起回来的 随即转身温雅笑道 今晚他们供应殿下的方式 有些特别 还请殿下多多海寒 话音刚落 在场的众公子脸色大变 不约而同的跪倒在地 惶恐不安地大喊 参见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寒冰般的目光扫视一圈 方才所有说话的人 自己长嘴二十 本宫就不抽鞭子了 否则让你们脑袋开花 温府热热闹闹半寿宴 大门口没有鞭炮声 反而是一阵霹雳啪啦的巴掌声 当真有趣 温家笛子一看情况不妙 立即命人去叫他父亲过来 温战挺直腰板 望着惶恐的众公子笑了起来 各位还是照做吧 否则这大好的日子里 若见了血 只怕对谁都不好 楚清皇暴力公主的名头 着实好用 埃尔光虽然丢面子 总比丢命好 公子们暗恨在心 立即开始左右开弓 朝自己脸上删去 楚清皇抬脚往大门内走去 边走边过声音太小了 本宫听不见 众人心里一颤 耳光声瞬间大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大门内传来 一身锦衣华服的 护部侍郎温行云 震惊地看着众公子扇耳光 这是怎么回事啊 温战千功地朝他失礼 见过父亲大人 见到楚清皇 温行云已然明白 是数子温战闹出的乱子 自己过寿 门口却是这般光景 真是丢人 温战忽略脸黑的父亲 很体贴地提醒 父亲大人 似乎忘了跟长公主殿下行礼 温行云目光落在 楚清皇面无表情的脸上 立即低头跪了下去 陈参见长公主殿下 殿下千岁 楚清皇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起来吧 今日温大人过寿 本宫跟温战一起过来 给大人住个寿 顺便有件事 跟大人商议一下 温行云心里咯噔一下 这尊煞神一来就搞出这种事 有事商议 怕是没好事 面上却很恭敬示意 门口不方便 殿下请 这些新生进了楚清皇耳朵里 他边走边淡漠说道 这些嘴碎之人 对本宫的弑君出言不逊 言语间极为难听 有失口德 本宫略失薄成 若是落了温大人的面子 本宫在此表示歉意 温行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错来冷酷暴力的七公主 居然对我表示歉意 温行云心里的那点不悦也消散了 连忙说 殿下折杀陈了 陈惶恐 不敢当殿下一声抱歉 他只要这位煞神别在自己寿宴上挥鞭子 就恶弥陀佛了 温行云将楚清皇引至书房 让人奉了茶 落座后便直截了当地问 长公主殿下 您今日来世 楚清皇看着温行云淡淡一笑 温大人不必紧张 本宫今日来 一是为了给温大人捧场 二是为了给您透个底 抄家一事 不必担忧 温行云一愣 不解楚清皇 这是什么意思 请殿下明示 突然一个仆人急匆匆而来 打断他们谈话 递上一封密信件 老爷紧急事务 温行云瞪了他一眼 没看到长公主殿下吗 毛毛躁躁的 楚清皇端着茶盏 淡默地说 既然是紧急事务 温大人就看看吧 温行云有种不好的预感 当即展开信件 信上赫然写着 长公主已掌握证据 明日将茶茶召温府 温行云心下慌乱 下意识地把信揉了起来 楚清皇清冷淡默的目光 落在惶恐不安的温行云面上 漫不经心地开口 是关于本宫的 户部侍郎温行云大寿 楚清皇陪着温战到访 一来给自己 士君撑腰 二来顺便搞个事业 没聊几句 温行云就已经瑟瑟发抖 暴力公主煞神的名头 可不是虚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温战独自上了二楼 此处是专门接待世家公子的地方 他的到来 引得众人侧目 眼神各有不同 温战在温家没什么地位 如今又是长公主府士君身份 对于自持清高 正儿八经的世家公子来说 意味着是一种屈辱 就是父亲和兄长都会看不起 这不 温家嫡子温丽鄙夷的看着温战 温家出了你这样一个子嗣 真是家门不幸 身为男子 以色待人 仗势欺人 温战 你真是自甘下贱 温战文言却不慌不忙地笑了起来 兄长不下贱 方才在门外 怎么就没勇气 护着你的这些酒肉朋友 当着长公主的面 做缩头乌龟 离开长公主的视线 就敢对我讽刺谩骂 兄长 还真是一个有担当的好儿子 温战说完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温战觉得面子挂不住 抱贺一声 你恬不支持 躲在女人身后耍威风 温战笑容依旧 只是莫名 让人有股含义 从兄长算计 把我送进长公主府那天开始 支持这种东西 就跟温家没什么关系了 我不支持 兄长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初温战设计 让温战沦落士君 毁了他大好前程 可面上却一直给他人营造出 是温战自甘堕落 甲青高的他 脸色瞬间铁青 大喊你信口开河 在门外挨过巴掌的男子 也怨恨地开口 明明是温二公子 自己仗着一张小白脸吃软饭 居然还敢 把责任都推到大公子身上 果然仗着有长公主庇护 什么瞎话都敢编 真无耻 温战温雅地笑了笑 多谢方公子抬举 我也觉得我这张脸长得 挺适合以色试人的 近日刚刚得了长公主殿下的宠 方公子平日里 还是多读书为好 不然连骂人都没有词汇 骂来骂去就那两三句 着实没什么意思 几人嘴上功夫都落了下风 温战气急了 阴沉地喊了声温战 温战依旧温和地笑着 兄长莫要冲动 今日长公主来给父亲贺寿 兄长应该并不想让场面 弄得太难看吧 温战阴沉着脸坐到主位上 不再跟温战说话了 楚亲皇可是个不讲情面的煞神 他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的脾气 恶狠狠地瞪着温战 心里富匪 才离开温家几天 胆子就变得这么大了 该如何让温战 死无葬身之地呢 忽然 户部尚书之子红月 突然不温不火地开口 如今这世道当真是乱了 嫡子忍气吞声 树子趾高气昂 如此尊卑不分 家归不严 若是让皇上知道了 也不知会不会斥责温大人 至家不严 刚灭下去的火 蹭得一下又烧回来 还越来越猛 温战怒火中烧 是啊 我是嫡子 我凭什么忍气吞声 一个卑贱的树子 就算入了公主府 他也还是温家树子 在他这个敌兄面前 就该卑躬屈膝 摇尾起怜 温战这么想着 目光落在温战脸上 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风花雪月虽然美 可处青皇无心观赏 一心只想搞事业 与世军温战达成了合作后 便由他出面 去温府给自己助力铺路 不曾想 温战在另一边 遭遇清高公子们团功 而他也会在温府 遭遇万箭齐发的景象 此时书房这边 温行云把信揉了起来 强装镇定 抬眼看着楚青皇 不知长公主何意 楚青皇目光 从温行云面上一掠而过 清明了一口茶 缓缓说道 温大人是母妃一族的大臣 而洪尚书支持的 却是凤贵妃和三皇子 本宫自然不会蠢到 对付自己人 本宫不妨跟温大人透个底 本宫抄家 第一个要动手的 是户部尚书洪大人 洪家覆灭之后 尚书之位就空了下来 到时 本宫或许可以向皇上 提议温大人 接任尚书位 温行云猛在原地 心里的恐惧不安 突然转为天降惊喜 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温行云心头微微松了口气 楚青皇将温行云的 一切表情收入眼中 又说至于这封信 本宫会来给温大人捧场这件事 没有多少人知道 书信恰在这事前来 温大人觉得是为什么 温行云越发揉紧了手里的信 这么说来 是有人故意要挑拨离间 楚青皇是没有理由对我动手 可也没道理 凭空掉馅饼 温行云沉音片刻问道 殿下想让臣做些什么 楚青皇从容开口 温战是本宫的士君 最近本宫刚刚得知他学士不错 或可考起个功名 温行云对楚青皇的这个决定 感到非常意外 长公主是想让温战入室 可他是庶子 又是公主殿下的士君 于情于理都没有这个资格 楚青皇淡淡一笑 温大人不用顾虑这些 也不必找任何借口阻拦 没有什么问题 是本宫解决不了的 温行云沉默 在心里暗自衡量一番 传闻驸马失宠 楚青皇转瞬带着温战 来参加自己的寿宴 这是不是意味着 温战入了楚青皇的眼 虽不光彩也不长久 可一个数字 换楚青皇给的上书之位 非常划算 再说楚青皇是端妃的女儿 温家是端妃的后盾 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果断地回到陈 答应殿下的条件 完全如楚青皇所料 很好 时候也不早了 本宫就不多当务温大人的寿宴了 还不往外走 那个上书位置 温行云有些迫不及待了 盲问殿下 打算何时行动 楚青皇刚想回答 淡淡抬谋 就被眼前突然飞来的几十只剑打断 楚青皇与温行云达成同谋 刚踏出房门 迎面一个黑影 一道寒光直朝面门袭来 楚青皇应急反应 右手已做出击杀的动作 却又忽然停住 只见浮沧身影如鬼魅般闪出 一招震碎了刺客的脖梗 随即抬手一劈 骨头断裂 黑衣人砰的一声 倒在了楚青皇脚下 不到一息时间 来袭的黑衣人 成了冰凉的尸体 倒在地上 温行云吓得都忘了叫人 片刻后反应了过来 惊魂未定的他 大喊来人 有刺客 有刺客 相比于温行云的恐惧和慌乱 楚青皇异常平静 回头让他稍安勿躁 温行云顿时净声 楚青皇蹲下 查看起了刺客尸体 平静喊道扶仓 这四人是死士 扶仓点头回应是 他们应该是冲着本宫来的 楚青皇缓缓揭开 其中一人的面睛 忽然涌出一阵烟雾 楚青皇迅速反应过来 身体往后躲避 却依然有一缕清香 被吸入肺炉 扶仓脸色骤变 刺客尸体 被他一脚踹飞出去老远 在楚青皇身体要倒地时 扶仓一个回身 快速伸手 扶住楚青皇的身体 连续树下几点周身要学 封住大脉 头晕目眩的楚青皇肺腑 一阵剧痛 嘴角一缕血丝 沁了出来 温行云再一次被吓得七魂 只剩六魄 不安地看着楚青皇 大喊来人 快去请太医 护卫正要领命而去 却听楚青皇冷冷开口 都给本宫闭嘴 说完这句话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瓷瓶 到了一颗要丢进嘴里 微眯着眼压下 肺腑间振振脚痛 别声张 暂时还死不了 楚青皇正开扶仓的搀扶 本宫无碍 但默地看着温行云继续说 我在温家出事传出去 会是什么后果 温行云脸色煞白地 看着楚青皇 心里不安的揣测 真的不用请太医吗 事出在温家 即便长公主不追究 圣上也要降罪谦怒 而若有朝一日 楚青皇对我稍有不满 咬定刺客是温家主使 我百口莫辩 这些刺客是什么来练 遇到这样的事 这位暴力的长公主 又为何不生气 户部侍郎温行云的五十大寿 注定过得不安稳 不是嫡子聚重打架 就是公主在府中遇刺 她今天的心情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剧烈起伏 她想不明白 按照以往楚青皇的性子 今日在温府发生的这些事 只怕不学习温家 都是格外仁慈 这般想着 温行云越发心惊胆战 悄悄用眼角余光 看了一眼楚青皇 按道脾气暴力的人 突然间变得脾气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 见楚青皇好像真的没事了 才稍稍松口气 殿下放心 宾客都在水云阁 离书房这里有段距离 只要不派人去通知 宾客不会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楚青皇沉默着 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浮仓 一身黑衣的浮仓微垂着眸 脸色白的有些不太正常 完全失去了隐蔚该有的阵地 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浮仓这是在害怕 楚青皇心有所动 轻轻把手搭在浮仓微抖的大手上 淡淡喊到浮仓 主子受伤流血 是隐蔚的失职 听到主子的传唤 浮仓抬眸 眼底带着无法掩饰的空气和恐惧 楚青皇没有料到 浮仓会这么大反应 但笑道是本宫疏忽大意 跟你没关系 本宫不会治你罪 浮仓低头看着被楚青皇拉住的手 还有公主的浅笑 很温暖 脸颊不自觉泛起红韵 所有不安的情绪也消散了 良久才细不可查的点头事 温行云看着地上的几具尸体 还有些后怕 长公主殿下 这几具尸体应该怎么处理 楚青皇淡漠 回到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放火烧了便是 温行云连忙安排人搬运尸体 又郑重朝楚青皇说道 刺客一事 臣一定会给公主殿下一个交代 让殿下受了惊吓 臣罪该万死 楚青皇淡淡看了他一眼 刺客一事 本宫自会去查 你不用过多费心 忽然一声惊呼传来 大人 不好了 大公子和几位少爷 把二公子给打了 温行云心里咯噔一下 有些心里交瘁 好好的一个寿宴 接二连三出事 那些公子哥不长眼 得罪长公主 刺客又上门行刺 害得长公主差点命在旦夕 眼下连肃来引以为傲的嫡子 也给他添乱 嫡子仗着身份 对树子百般羞辱 树子由长公主撑腰毫不退让 一旁自视清高的顽固子弟 煽风点火 却不知 他是在加速家族灭亡 而他们看不起的树子 很快就要骑到他们头上 温行云听到下人禀报 二公子被打了 脸色大变 这树子怎么这是长公主的弑君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 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往上走去 楚青皇本来打算带着服舱回府 一听温战被欺负 倒要去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 走到水云阁楼下 就听到温利愤怒的声音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别说你现在只是长公主府的弑君 就算你以后成了驸马 也依然是温家数子 在我这个兄长面前 你只能跪着说话 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是家归 此时一户未证粗鲁的 把温战压到温利面前 用蛮力想让温战跪下 其他世家公子 不是在看热闹 就是冷眼旁观 置身室外 听到这话的温行云 三步并两步 快速上楼 大喊住手 抬手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你这个逆子 能不能安生一些 温利不敢置信地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父亲不也瞧不上那数字 怎么会帮数字教训自己 没脑子的东西 温行云直接转头 怒喝护卫 还不把二公子放开 都想死吗 护卫下了一大跳级 急松开手 温战得了自由 漫条丝里的活动活动 被钳制得生疼的手腕 随即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父亲帮我看看 这张以色世人的脸 是不是被打肿了 温行云目光 下意识落在他脸上 略显怒气 却只能在心里 暗骂这小畜生 以色待人这种话 也能当众说出来 真是丢人现眼 心思沉稳的如玉公子 有了长公主的护短撑腰 今天不妨做一回 娇滴滴的白莲花 韩笑将那些自视清高的嫡子 气个半死 刚走上来的楚清皇 也恰好听到了这句话 语气冰凉的问到谁打的 就短短三个字 一句问话 瞬间让席间所有人僵住 尤其是方才在大门外 被赏了耳光的众公子 各个脸色耍白 不明白楚清皇 不是应该在女客席吗 怎么会来这脸 一片静默之中 楚清皇走到温战面前 抬起他下巴 瞅了瞅他有些红肿的脸 撑腰的来了 也是拼眼睛的时候了 温战浅浅一笑 殿下 我没事 不疼 楚清皇只想说 好大一朵白莲花 可怎么办呢 自己的人自然要护着 温战还将站在椅子旁 一双眼阴冷地看着温战 心里无数次后悔 没在他进入长公主府之前 把他嗓子给毒哑 把他这张脸也毁了 看他还如何以色试人 楚清皇声音淡漠 但周身气势全开 谁来解释 本宫时间有限 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一个拿着折扇的男子 站起身面强行了一礼 在下户部尚书嫡子红月 见过长公主殿下 这世间 哪有嫡子被树子踩在头上 作威作福的 温大公子想必觉得 我这话有道理 看不过去 二公子只高气扬罢了 红月仗着红家是太后亲族 他父亲是二品尚书 且首长财政大权 自我优越感极强 寻思楚清皇 怎会为了区区一个弑君 把他怎么样 太后意向的储君人选 是奋贵妃所出的三皇子 三皇子的舅舅 又是当今丞相 一个个皆是中书全臣 所以 红月可以说 比在座的这些公子哥 都要高上一等 别说一个公主 就算是今天来给 温行云捧场的诸位皇子 也不会在明面上 给红月难堪 打了红月的脸 就是打当今太后的脸 这一点人情世故 混迹朝堂的人都懂 户部尚书嫡子红月 骄傲自己的出生和家族 公然不把长公主 楚清皇放在眼里 却不知他下一秒 就要体会家破人亡 觉得混迹朝堂的人 都该懂人情世故 可惜红月今天遇到的 偏偏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暴力公主 一阵静默之后 楚清皇冷冷开口 给温战赔礼道歉 本宫可以放过你 红月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傲气地看着楚清皇 让我给一个 以色识人的东西赔礼 不可能 我堂堂户部尚书嫡子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卑贱玩意儿 赔礼道歉 他没垂眼 一副温润千功的模样 脸上始终挂着 从容的浅笑 殿下 没什么的 这个身份 本来就会被人看不起 不过我并不觉得丢人 能伺候殿下 是我的荣幸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暗叹这家伙 心思真多 楚清皇抬眸看向红月 所以 你是不打算赔礼道歉 红月立即回到 在下没有赔礼道歉的理由 楚清皇点头 希望一个时辰之后 你还能继续嘴硬 随后 他转头看向温行云 今日温大人授臣 本宫承诺 送你的贺礼 很快就会奉上 但温家长子欺负了本宫的人 这一点 还请温大人给本宫一个交代 温行云很清楚 这嫡子的屁股开花才能过去 心下一沉 是 殿下放心 楚清皇又补充了一句 明日本宫会派人来验伤 温丽的伤势 让本宫满意了 温大人就会心想事成 不满意的话 温大人就别怪本宫说话不算话了 他转身就走 福仓点起本宫的三千进位 今晚超户部尚书红尘海的家 福仓应了声 身后的众人都被最后一句话 砸得齐齐色变 暴风雨要开始了 三皇子想着 算算时间派去温家 刺杀楚清皇的死事 应该已经动手了 心情惬意地喝茶等消息 见到侍从过来 他一脸欣喜 是温府传来好消息了吗 侍从却回到 楚清皇为了给温战出头 要带人去超红尚书的家 这会儿已经带着他那个隐蔚 离开温家了 三皇子惊得豁然站起 你说什么 那几个死士还没动手吗 侍从也觉得奇怪 按理说应该动手了 但是楚清皇还活着 三皇子脸色格外难看 楚清皇为什么没死 就算没死 也该中伤或者中毒了才是 原本计划长公主在温家出世 很快就会有人禀报到皇上面前 然后温家遭殃 今晚的五十大寿 就会成为温行云的死期 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偏差 另一边温府 红月又惊又怒 温大人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就因为不愿意给温战赔礼道歉 就带人去抄家 他眼里还有王法吗 温行云现在没空理会一个将死之人 冷冷地说本官也不清楚 摆明了下逐克令 红月依旧仗着背靠太后家族强大 没什么危机感的回复了 虽然温丽是温行云最钟爱的嫡子 但为了互不上书之位 今晚只能委屈他了 命人把温丽带去祠堂加法伺候 他知道 楚清皇就是要当着这么多的面惩罚温丽 才能让其他公子都知道 得罪了楚清皇的下场 以后说话做事 才能懂得谨言慎行 不管是温战也好 还是其他人也罢 既然进了长公主府 那就轮不到谁来羞辱贬地 温丽至今都不敢相信 他爹会加法处置他 不敢置信地问 爹 我做错了什么 温行云头回发现这嫡子的脑子这么蠢 冷冷看着他 你错在不该对长公主府的人无理 不管温战以前是什么身份 现在他都是长公主的人 你得罪了长公主 难道不该被罚 说着 他转头冷喝护卫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把大公子带去祠堂 老爷最宠这个作威作福 趾高气扬的嫡长子 今天不仅当中山耳光 还要带去祠堂中罚 护卫们跟做梦似的 以往主子犯错 受罚的永远是吓人 这是世家惯例 没想到今日 却是大公子遭殃 温力很不服气的挣扎怒吼 温战就是个低贱玩意儿 以前在家给我提鞋都不配 爹今日居然为了他动怒 长公主了不起吗 爹就这么怕他 真是个蠢货 温行云脸色越来越沉 不耐烦的命人堵上他的嘴拖下去 马车里 温战着实诧异于楚清皇的雷霆手段 殿下真要去超户部尚书的家 若是为了我 此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不必自作多情 楚清皇坐着翻看兵书 声音淡漠沉着 超户部尚书的家 早就在本宫计划之内 原本打算明日一早去 不过今晚提前了而已 闻言 温战有些尴尬 摸了摸脸颊 心想 原来不是因为冲冠一怒蔚蓝炎 还真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沉默一瞬后又开口 可殿下今晚的行为 会让人以为 就是因为我才报复红家 殿下不担心被人误会 楚清皇放下兵书 抬头看向他 打算扒了他这朵白莲花 你担心误会 那你今晚是为什么 挨的那几个耳光 温战脸眸 琢磨着楚清皇的意思 还是接着眼吧 谨慎地回答我 手无负机之力 楚清皇目光在温战脸上 一掠而过 淡漠地说本宫不喜欢听人撒谎 被拆穿了小心机 温战跪了下来如实回答 我倒也不算手无负机之力 三脚猫功夫比不上殿下 但也能自保 今晚只是给殿下制造一个 发落温家的机会 殿下的士君在温家挨了打 就是温家冒犯了您 这把柄可大可小 殿下可以利用 而且几个耳光换温战挨顿打 我觉得很值 他想到楚清皇说明日会派人去验商 不管明天是否真的派人去 温行云都绝不敢冒着得罪楚清皇的风险 对温战放水 所以温家嫡子今晚注定不会好过 对比下来 几个耳光算得了什么 想想就开心 原本计划是明日一早前往尚书府抄家 温家一行 让楚清皇决定今夜带着三千进军包围尚书府 此时马车里 楚清皇平静地看着温战 你也是个狡猾的 连本宫都敢算计利用 温战恭敬地低头请罪 愿受殿下责罚 楚清皇先连看了一眼外面 语气平劲淡漠说 今晚算计本宫的不止你一个 今晚本宫在温家遇到了刺杀 对方出动的是死士 想要置本宫于死地 手段极为狠辣歹毒 温战一惊猛地抬头 如果本宫今晚在温家出了事 那么首当其冲 会被牵连的人绝对是你的父亲 幕后主使之人是想一箭双雕 如此歹毒 本宫除掉户部尚书 也只是折了对方一条手臂而已 温战安静地琢磨厉害关系 想到户部尚书支持的是凤贵妃和三皇子 楚清皇说折对方一条手臂 这言下之意就是说 刺杀长公主的行动是三皇子所指使 楚清皇看了他一眼 让他起来 垂下眸子 继续看着自己手里的兵书 马车很快抵达公主府 三天敬畏在接到扶仓的传令之后 已经集合 楚清皇又吩咐扶仓 去本宫的书房 把所有证据 以及本宫的经册 令服拿上 即刻行动 楚清皇换了身衣服翻身上马 清冷的声音在夜里流露出 陈素与威丫 去尚书府 不一会儿 尚书府呢 正在用晚善的红尚书和红月 听到吓人哆哆嗦嗦的禀报 长公主带人抄家 敬畏已经包围了尚书府 红月经的筷子都掉了 他一直以为楚清皇在温府 只是吓唬他 他们家族背靠太后 凤贵妃和三皇子 楚清皇绝对是不敢的呀 没有想到 楚清皇居然真的来抄家了 真是个疯子 尚书府大门外 乌鸦鸦的禁卫排排站立 楚清皇毫不犹豫 一声令下行动 户部尚书红尘海 掌管钱财肥的刘游 更是仗着与太后有殷亲 行事嚣张跋扈 大晚上得知 楚清皇带着禁卫军来抄他家 又惊又怒的传令集合护卫 沉着脸走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 最前面端坐在马上的楚清皇 忍着怒气说到长公主殿下 你这是干什么 扶仓闪身而来 宣读皇帝册封长公主 行抄家之权的圣旨 楚清皇在居高临下 看着红尘海 平静冷漠 本宫奉命抄家 红尚书若是胆敢阻拦本宫办案 就是抗制 也懒得再与他多言 抬手一挥 动手 一时之间 尚书府所有护卫 齐齐集结在宽阔的门前 手持刀剑 形成阻拦对峙之势 红尚书躲在护卫身后 大有一股誓死不让的气势 就在这时 一阵马蹄声急迟而来 回首的三皇子气急败坏地开口 七妹助手 你想干什么 大晚上的你带这么多敬畏过来 得到父皇的御旨批准了吗 红尚书见三皇子及时赶到 立马松了口气 只是很快他就会发现 这口气松得太早了 楚清皇冰冷地看了一眼三皇子 本宫接到密报 红尚书贪赃王法 利用职权之便 谋取不当之财 按罪当诛 有三皇子这个靠山在 红尚书也有了底气 居然指着楚清皇大声反驳 一派胡言 我为官多年 一向正直无私 岂如你红口白牙随意污蔑 兵马对质 长公主难道想血洗我尚书府 三皇子的出现 让户部尚书更加晕头转向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盲目依靠着背后势力 却忽略眼前的长公主 是个我行我素 性情暴力的人 根本不吃他这一套威胁 楚清皇无视了红尚书的咆哮 目光冰冷 看着守门护卫 本宫奉旨超莫尚书府 谁敢阻拦 形同抗制 主动放下兵器者 本宫可饶其性命 三皇子也急了 户部可是他的钱财来源 一旦被查抄 对他夺敌很不利 怒吓护卫拦住 胆敢放下兵器叛逐者 本王饶不了你们 楚清皇冷冷扫了他一眼 二话不说 直接挥起鞭子 抽在三皇子的马蹄上 骏马痴痛扬起马蹄 一阵慌乱间将三皇子摔下马 重重地砸在地上 楚清皇冰冷霸气的声音 再次想起 顽抗者与洪家一同论罪 情节严重者诛灭三族 看着形势越来越不妙 洪尚书气急败坏大吼 长公主欺人太甚 楚清皇却无动于衷 只说了一句 阻拦者格杀勿论 尚书府护卫们面面相去 面上皆浮现犹疑 若是在寻常时候 他们定会遵从三皇子和尚书大人的命令形势 可今晚带兵来抄家的人士 刚被皇上册封为长公主的七公主 那可是个冷煞无情的主 而且奉旨抄家 护卫们不再犹豫 立即扔掉手中的兵器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圣上旨意不可为 求公主殿下饶了卑职的家人 他们自己死不足惜 但绝不愿意牵连家人 三皇子气急败坏地怒吼 谁让你们放下兵器的 想死吗 叛主之人都是会被凌迟处死的 不管三皇子饶得了饶不了 都阻止不了敬畏超家的气势 一窝蜂涌进了尚书府 楚清皇抄家态度坚决 看着禁军入了尚书府 三皇子下意识搬出驸马 奉景之来牵绊楚清皇 片刻之前还一脸怒火的三皇子 这会儿只剩下胶着和气急败坏 连语气都软了三分 七妹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 所以你近日才变了个人似的 七妹 景之那么喜欢你 楚清皇眉头皱起 眼里带着几分嫌恶 你闭嘴吧 别在本宫面前提起奉景之 本宫现在听到他名字都反味 三皇子愣了下 真是油烟不尽 立即转头吩咐护卫 快去进宫禀报太后 红月看着持刀禁卫 同谋咒缩 楚清皇当真 做得这么绝 就因为我没有跟温湛赔礼道歉 上前冷冷质问 长公主殿下此番行为 简直太过荒唐 为了一个卑贱的侍君 竟然真的来查抄一个二品尚书的府邸 楚清皇目光冷漠 不发抑郁 红月咬牙怒吼 长公主殿下为什么不说话 我父亲堂堂二品大官 你凭什么 就凭红尚书贪赃王法 罪则当诛 你以为本宫是跟你闹着玩 楚清皇冰冷的嗓音 如三九严寒 震得红月当场色变 家父贪赃赃王法 长公主有什么证据 楚清皇冷冷看他一眼 稍安勿躁 证据很快就会摆到你的面前 本宫会让你们一家子 死得心服口服 红月心下一沉 他语气如此笃定 难道是真的 那股不祥的预感逐渐加深 与此同时的皇宫里 皇帝坐在御前宫 听到禁卫统领急匆匆的声音 皇帝抬头皱眉问到什么事 这么慌慌张张的 禁军统领跪在地上禀报 陛下 长公主殿下 带着三千禁卫 包围了户部尚书府 三皇子前去极力阻拦 但无济于事 长公主殿下谁的话都不听 一意孤行 要抄户部尚书的府邸 西齐皇帝 皇子公主众多 背后依靠的势力错综复杂 他一直想肃清朝堂 奈何人在高位 顾虑太多 接到禀报 妻女儿楚清皇今夜 查抄尚书府 立罗果断 皇帝听后手上一顿 他第一个要抄的是 户部尚书府 皇帝沉默下来 朝中势力迁意发动 全身户部尚书这个位置 连他自己也不敢轻举妄动 想到楚清皇此前 在他这里索要的承诺 不管他做了什么 都请他这个父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禁军统领赶紧出声询问 皇上可要派人去阻止 长公主殿下的行动 皇帝回神沉声吩咐 不用 你立刻安排御灵军 把九门守住 今天晚上 宫里的任何人不许出宫 宫外的人也不许放进来 是 禁军统领恭敬领旨 臣这就去安排 禁军统领转身离开 心里已然明白 皇上这是支持 长公主殿下的行动 看来朝堂风向要变了 禁军统领离开之后 独自一个人坐在龙岸上沉思 宫家掌管国库财权 背后又有太后撑腰 这些年捞得油水甚多 他一直都知道 宫家不干净 可始终没有机会对宫家动手 朝中势力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算是他这个皇帝 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顾忌的事情太多 既要维持跟太后之间的母子亲情 又要平衡各大世家朝臣之间的势力 还要顾虑每一件事做了之后 会引发什么后果 总之坐上了这个位置 很多事情便会变得身不由己 很多事情想做也是力不从心 想到这个女儿行动倒是利落果决 皇帝喃喃自语 亲皇也许真是朕的福星 语气里透着几分怅然 也许只有他才能毫无顾虑的 去做这些朕一直想做 却始终没敢做的事情 三皇子看着楚亲皇的人 搬出的几大箱金银 心都在底线 这些钱原本是用来养人 为他登基铺路做准备的 如今被搜刮一空不说 还丢了户部这个肥缺 还有更糟心的派去搬救兵的人 带回了一个最坏的消息 殿下 宫门已经落了锁 任何人进不去 没办法向太后求救 殿下要不要回王府 把府位调过来 不能 三皇子心下骤然一沉 他恨不得把楚亲皇身上的肉 一片片弯下来 但他明白 已经回天无数了 楚亲皇领三千进位来抄家 是父皇默许的 没证据之前还可以忍阻拦 现在若真敢擅自调府位阻拦 楚亲皇到父皇面前 反告我一个图谋不轨之罪 我百口莫辩 眼下只能丢足宝居 明哲宝身 原本三皇子还幻想着 能挽回凤锦之跟楚亲皇之间的关系 让楚亲皇继续为他所用 可今晚之后 这样的想法正式宣布破灭 万般恨意和无奈的翻身上马离开 此后便是与楚亲皇势不两立 一箱一箱的金银 从密室被抬了出来 红尚书脸色惨白 僵硬无力地站在一旁 完了 全完了 西齐律法规定 官员贪赃银两超过两百两以上 都会被治罪 虽说水智轻则无余 在朝为官之人 没几个真的两袖清风 连结守法 可一般时候 只要不太过分 皇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 今晚从红家查抄出来的巨额银两 却是红家九族被诛杀十次都不为过 楚亲皇翻阅着账簿 红大人这几年 上书做得实在是不亏 红月 还记得本宫说什么来着 你能坚持一个时辰还嘴硬 本宫就佩服你 红月目光似火死死地盯着楚亲皇 为什么 楚亲皇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你父亲贪赃枉法 罪证确凿 还需要本宫告诉你 为什么 红月却认为 就因为我没跟温湛赔礼 才有这一幕 他已然没有一个时辰前 在温府的清高傲气 为了红家满门的生死 红月终于醒悟 放下尊严 低下了高昂的头 长公主 我愿意跪下来给温湛道歉 楚亲皇却平静地告诉他不必 本宫要做的事情 从来就没有做不到了 他将仗册给了禁军统领 吩咐把红家人都收监 仗册里的所有东西兑点好 便转身回府了 红月这一刻 不由自主地贪跪了下去 完了 红家彻底完了 在温家时 温湛第一次尝到 吃楚亲皇的软饭很香 带楚亲皇抄家回来 他便觉得更香了 不争宠都对不起身为弑君这个身份 楚亲皇带着扶仓 回到公主府 温湛就立即过来求见 楚亲皇看着他一副温润千功的样 这又是要玩哪出 开口问他何事 温湛低眉回应 没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想感谢一下 殿下今日对我的维护 顺便想跟殿下说几句话 殿下白日里 还冲冠一怒未蓝颜 晚上怎么就这么冷 楚亲皇微微皱眉 你想做什么 温湛倾咳了一声 小人打算争宠 殿下可以提前习惯这种情况 浮沧闻言在心里付菲了一句 不知羞 温湛要争宠 吃了闭门羹 转眼公主踏上 隐蔚浮沧 就搂着公主睡 楚亲皇第一次听到 温湛在他面前自称小人 表情细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这时 锦兰端来一碗黑乎乎的汤药 楚亲皇示意浮沧 撑过来喝药 淡漠地 看着温湛冷声说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 准备功课 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围 别想任何不该想的事情 浮沧乖乖地过来 目光一直盯着温湛 沉默地端起汤药喝完 温湛倾笑着点头 小人既然是殿下的士君 就应该有个士君的样子 殿下今日 想必是半累了 那我先告退 楚亲皇盯着温湛的背影 眉心微皱 有个士君的样子 士君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想象着 那几个容貌各有特色的士君 一窝蜂过来争宠的画面 我不想要 随即他收回思绪 看向了身旁的浮沧 站着干什么 睡觉 如今浮沧已经很娴熟地 钻到公主床上 熟练地盖好被子 但他寄冷的心 却开始不再那么平静 本来很友好的楚和汉剑 随着浮沧的呼吸平稳 他又出现了 浑身冰凉发抖 缩成一团的行为 然后下意识地寻找温暖 紧紧地抱住了楚亲皇的腰 果然是抱着我睡就不冷了 我比被子还暖和 这些日子楚亲皇已然习惯 有浮沧抱着睡 而浮沧的忠心 让他没有戒备 也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是这一次 在楚亲皇睡着之后 浮沧忽然睁开眼 抬手一扶 一缕真气 浮过楚亲皇的睡穴 浮沧沉默地盯着楚亲皇 看了好久 这样一时半会儿 应该是不会醒了 浮沧给他戴好被子 然后穿好鞋拉开窗子 身子一闪 融入黑夜 浮沧大半夜不睡觉 还点了楚亲皇睡穴 翻身跃了出去 结果是 来到了三皇子的 晋王府房顶 听到一个 跟自己相关的惊天大瓜 亲眼看着 大量金银财宝被冲攻 户部这个后盾位置也没了 三皇子坐在床边 沉着脸不睡觉 王妃骑士 见他一脸阴郁 柔声开口 殿下也别太气怒 气大伤身 事已至此 我们应该 想想该如何补救 三皇子盲问 有什么办法 王妃骑士走过去 递给三皇子一杯热茶 楚亲皇活着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变数 眼下想要安稳地 争夺那个位置 楚亲皇就必须死 过一阵子 郊外会举办驱水流伤师会 是帝都贵女公子们的聚集之所 人多杂乱 是下手的好时机 三皇子想了想后摇头 楚亲皇武功厉害 他身边还有高手 隐位贴身保护 哪那么容易得手 王妃骑士淡淡一笑 事在人为 再说 楚亲皇性子暴力 没什么脑子 到时候 我们寻个恰当的时机 安排一个替死鬼丫鬟 跟他身边的隐位 发生点关系 楚亲皇看见之后 定会勃然大怒 隐位武功强悍 旁人无法得手 但是若有楚亲皇亲自动手 隐位绝没有活路 只要他身边那个隐位消失 以楚亲皇那个冲动暴虐的性情 早晚必死无疑 三皇子一想到 楚亲皇就恨得牙痒痒 觉得还是有些漏洞 楚亲皇最近性情大变 他对那个隐位不像从前 王妃骑士软座与三皇子怀中 信心满满的打气 那又如何 楚亲皇本性暴虐 被信任之人背叛 不可能轻易忍过去 流伤失会之前 殿下可以先安排几个人做内衣 只要能制造机会 让楚亲皇生出误会 就不愁除不掉那隐位 三皇子握着娇妻的手 沉思了片刻 缓缓点头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 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觉得骑士说的有道理 脑子里已经勾勒出了 计划实施之后的美好画面 心情终于稍稍平复了一些 眼下他只是 损失了一个户部尚书 虽然令人心痛 但只要能除调土亲皇 便算是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有太后和丞相府在 他在众皇子中 依然不会落于下风 说到内应 三皇子想了片刻 长公主府的麒麟 不是你树兄吗 你可以让他帮忙 王妃骑士听到麒麟的名字 眼里划过一抹厌恶 他不过是个卑贱的树子 能帮什么忙 王爷知道 我跟他肃无往来 就别为男妾生了 三皇子温柔一笑 没关系 你不愿跟他来往 本王不勉强 横竖可以利用的人很多 不差他一个 王妃骑士温柔一笑 妾生跟殿下是夫妻关系 自然适适为殿下考虑周全 只是麒麟实在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不但出身低贱 如今更是以色试人 简直丢尽了男人的脸面 妾生不愿意与他来往 也是为了王爷的名声考虑 他这句话说得冠冕堂皇 好像早已忘了 是他自己亲手把麒麟送入公主府的 三皇子恩了一声 都说娶妻娶贤 等来日本王登基 你也当得起那母一天下的皇后 王妃骑士闽唇一笑 心里也憧憬着那一日的到来 面上不由越发温柔贤惠 不早了 妾身服侍殿下就请吧 三皇子躺了下来 心思却还没停 其实这性子也算不得贤惠 但有几分小聪明 偶尔能帮他出谋划策 最重要的是家事不错 他的父亲是郑北王 手握兵权镇守一方 这桩婚事当初还是太后给他撮合的 为的就是让他拥有更有力的筹码 可三皇子心里却清楚 藩王势力过大 早晚得除掉 所以就算以后登基为帝 其事也不可能是皇后 今日变故颇多 他颇感疲惫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房顶上的扶仓面 无表情盖上房瓦 也忙活了起来 一个时辰之后 扶仓回到公主府 听请殿里没什么动静 他动作极轻地拉开窗户 无声无息 如一阵风般闪身入内 反手关窗时 却忽然听到一声清冷的询问 深更半夜的 去哪了 扶仓身体一顿 他没想到 自己的点穴术居然会失效 立即回身 跪倒在床前 属下该死 属下去静王府做了件事 未得主子允许 擅自离开主子身边 还以下犯上冒犯主子 属下该死 楚清皇靠在床檐 眉眼淡漠地看着扶仓 瞅着他 这副恭敬温顺的态度 微微沉吟 作为贴身隐蔚 他今晚擅自离开的举动 只是失职 然而胆敢点主子睡学的行为 却是大逆不道 按规矩 该受酷刑处罚 楚清皇想想算了 这人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可一点不处罚 也是不行的 便说 既然不想睡 就在这里跪着吧 说完他重新 在床上躺了下来 扶仓抬眸看了他一眼 随即垂下眸子 沉默如影子般 安静地跪着 在心里嘀咕 今晚犯了这么大的错 居然只是罚贵 若是在以往 不打得他皮开肉绽 奄奄一息 惩罚都不会停止 殿下真的比以前温柔了太多 楚清皇听着 扶仓心声 眉眼微动 温柔 都被罚贵了 居然还觉得他温柔 好吧 他以前的日子 过得太过悲惨了 才有这样的想法 楚清皇突然觉得 让扶仓跪着 都有些不忍 于是也不为难自己 遵从本心 自己往里面挪了挪 说到跪半个时辰 然后睡觉 突然想起 还没问扶仓 去进王府做什么 不过想来 大概是去报复 楚天忆那天 刺杀自己的事吧 算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睡觉 梅艳公主贴身隐蔚扶仓 未得公主命令 擅自出门搞事情 还大胆地点了 公主睡学 此等行为 本该处以酷刑 或者直接处死 然楚清皇 却只是罚扶仓跪半个时辰 这样的大转折变化 扶仓的眼睛越来越亮 心口的位置越来越暖 跪半个时辰 对于隐蔚来说不难熬 跟平时独自藏身在角落里 没什么区别 扶仓谨记命令 暗自计算着时间 半个时辰之后 他站了起来 换了身干净衣服 在床边静静看着楚清皇 而楚清皇闭着眼 像是已经熟睡了 睡着的殿下 肌肤慈白无暇 越发明艳动人 扶仓垂下眼眸 站在踏前撕损着 我还要在殿下床上睡吗 还是去外面踏上睡 楚清皇突然一个翻身 空出了扶仓能睡的位置 扶仓心头一动 下了决定 轻手轻脚地在楚清皇身边躺了下来 殿下说过 让我睡这里 依然是双手搁在腹部 标准乖巧的睡姿 只是睡着睡着 就忍不住朝温暖之处挪了过来 大手搭上了楚清皇的腰上 随后整个人也扑了过来 环抱着细腰 嗅着熟悉地让他安心的气息 陷入沉睡 楚清皇却目地睁开眼睛 他没有丝毫动作 这样的感觉好像也不赖 很暖和 他轻轻一笑 闭上眼睛继续睡 这一夜过得很快 一早 扶沧低眉垂眼 服侍着楚清皇起身洗漱更衣 准备上朝 锦兰这时过来禀报 殿下 晋王把王妃杀了 楚清皇下意识地转头 看向身侧的扶沧 扶沧低眉垂眼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波动 楚清皇收回视线 看向锦兰 到底怎么回事 锦兰压低了声音回应 听说晋王昨晚是和王妃一起睡的 今日起身之后 王妃却不在身边 晋王心头生疑 起身没多久就发现王妃与人私通 震怒之下 拔剑把王妃和那个男的都杀了 楚清皇不由地同情三皇子一秒 昨晚被斩去了户部尚书这条手臂 今早发现被戴了绿帽子 短短一夜就发生了两次巨大变故 不知道晋王的心脏 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刺激 楚清皇表示知道了 让锦兰退了下去 才问扶沧是你做的 扶沧如实回道 晋王妃骑士是镇北王的女儿 他跟楚天应是一丘之和 楚天应杀了自己的王妃 镇北王不会放过他 楚清皇摸摸扶沧头 你脑子不笨 可不是吗 原本三皇子想让楚清皇在温家被刺杀 嫁祸给温行云 一箭双雕 扶沧就还他一个一箭双雕 如今三皇子不但会成为皇城笑柄 被皇帝问罪 还会跟镇北王反目成仇 从此失去镇北王这个掌兵权的靠山 这一招兵不血刃 着实厉害 扶沧沧沉默不语 跟在身侧 楚清皇没再去想进王府的事情 准备一番去上早朝 昨夜洪家被抄 各家都惶恐不安 很多人都没睡好觉 今日早朝的气氛很压抑 皇帝端坐在龙椅上 看着底下表情各异的大臣们 冷冷一笑 太监高声喊道 宣长公主上殿 众人目光注视下 楚清皇脚步沉稳地走进来 身姿仙长领翘 眉眼间色泽淡漠 年仅15岁的少女 周身静流泻出让人心计的威压 跟往日他们印象中的楚清皇 有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 他的身后 敬畏们把一只只沉重的箱子抬上垫 群臣沉默地看着 有人诧异 有人震惊 有人不安 楚清皇淡漠的开口 这是本宫昨晚从洪家抄出来的家产 本朝二品官员奉银标准 是每年400两 加上勤政嘉奖 政绩奖赏 君王额外赏赐 全裹在一起 洪尚书每年可以领到的白银 应该不超过一千两 可这些箱子里 撇除玉器 绸缎 字画等暂时不好估值的东西不算 只算金银 便有70万两之多 抵得上锡起一个周一年的税银 各位大人可以好好看看 本宫是否冤枉了他 洪尚书被押上了 跪在殿上 脸色惨白颓废 瑟瑟发抖 文武百官全都晋升 没人敢在这个时候 替洪尚书求情 即便许多人心里已经恨透了楚清皇 可面对着摆在大殿上 这一箱箱的铁证 连栽赃嫁祸这个理由 都没办法说出口 洪尘海 你有何话可说 皇帝语调格外冰冷沉怒 他国库空虚 为了上贡仪式 愁得焦头烂额 都说没钱没办法 可这白花花的银两 让他决定 必须全力支持楚清皇 抓贼抓赃 洪尚书已经没有底气狡辩了 哆哆嗦嗦的回应 醉尘无无话可说 求求皇上 皇帝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眼里是浓浓的杀意 既然无话可说 就不用求朕了 来人 把洪尚书一家压入死牢 求后问斩 洪尚书眼前一黑 贪软的身体 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压了出去 连求饶都没了力气 大殿上一片死寂般的安静 皇帝冷笑 七十多万两银子 简直让朕大开眼界啊 群臣惶恐跪下高呼皇上圣明 皇帝深深吸了一口气 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冷冷道 朕已经赋予亲皇 全权查处贪官的权利 接下来不管查到谁 其他人不得阻挠 否则暗同罪论处 百官直冒冷汗 心头越发不安 却只能高呼皇上圣明 皇帝目光在皇子之列搜索一圈 没看见三皇子 他冷冷问道 三皇子呢 他今日没来上朝 贴身太奸凑了过去 压低了声音 回禀皇上 晋王府出了点事 皇帝见他说话支支呜呜的 略微皱眉 到底出了什么事 难不成是被红尚书贪磨之事 吓得不敢来了 贴身太奸惶恐禀报 晋王把王妃给杀了 皇帝脸色骤变 惊怒交加 有些愣神 这是牵扯可不小 处理不好将会发生大乱 今日早朝 皇帝在得知 三皇子把王妃给杀了的消息 惊怒交加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刚把户部尚书红尘海 打入死牢 晋王府又出了这么大的事 文武百官见皇帝如此惊怒 不明白 这又是怎么了 陈公公到底说了什么 心中不安的 各个低下头 楚清皇便好心地为大家解答 儿臣今日起得早 大概听说了一点情况 晋王早上起身之后 发现王妃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大怒之下 失手把王妃杀了 儿臣有要务在身 尚未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言一出 满朝文武大惊 晋王失手杀了王妃 那可是手握兵权镇北王的女儿啊 与此同时 整个皇城几乎都知道 晋王失手杀了自己的王妃 各种版本的流言悄然扩散 晋王妃在王府里与人私通 被晋王抓个正着 晋王头顶一片绿油油 一气之下 杀死了奸夫淫妇 奉饰一族的官员 各个惊慌不安 他们与三皇子绑定 荣辱并尽 此刻越发地恨处清皇 朝家断了他们钱财就算了 现在还直接捅出三皇子丢人的事 想捂都捂不住 皇帝大发雷霆 命处清皇 负责把抄出来的银两 全部安排入库 并整理好所有的证据和战策 一并送去御书房之后 便宣布散朝 散朝之后 皇帝立即召三皇子进宫 御书房里 三皇子规规矩矩地跪在跟前 皇帝压抑着怒火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皇子也后怕了起来 回应说是失手 实在是失去了理智 一个失手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拍案大怒 你的王妃是镇北王嫡女 你一句失手 就能解决这件事吗 你告诉朕 朕该如何跟镇北王交代 三皇子低头不语 他现在脑子里还乱哄哄的 根本不知道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昨晚自己跟王妃还好好的 一起商议了对付楚清皇的计划 一起睡下 然而早上醒来 却发现王妃早已不见 而是他跟侍卫统领睡在了一起 那画面不堪入目 一瞬间愤怒冲昏了头脑 根本无心去思考 这件事是否合理 后果是什么 提借就把两个人一起杀了 鲜蟹见到脸上 浑浑噩噩呆战了一会儿 才慢慢反映的过来 这样做的后果 即即命人去宣太医 可王妃骑士 被一箭贯穿心脉 气息全无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边楚清皇已经办好了事务 等着陈公公禀报 进去交差 听着里面传来的怒吼声 看向福仓微微一笑 有了福仓这么聪明 这么能干的人帮助 他的大业应该会提前完成 这时陈公公笑眯眯的出来 长公主殿下 陛下请名进去 楚清皇跨禁狱书房的门槛 看也没看一旁跪着的三皇子 竟自走到龙岸前 恭敬地把整理好的账策名单 给了皇帝 父皇 所有财物都已清点完毕 户部尚书所有的罪证 和跟户部有牵扯的官员名单 儿臣已经整理好 都在这里 儿子很糟心不争气 但这女儿办事确实干净利落 皇帝此刻终于能展颜一笑 随意翻了翻 清皇 你这件事办得实在是漂亮 朕都不知道该如何赏你 对了 户部尚书职位空缺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举荐上来 楚清皇一夫淡然回应 奖赏之前已经给过了 这算是额外的加赏 皇帝轻笑着 是啊 奖赏他已经提前给过了 魄力给了他长公主的封号和特权 暗格暂时也归他掌管 他现在只是在做他承诺过的事 可皇帝还是高兴 虽然三皇子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让他高兴的情绪打了折扣 不过总的来说 户部尚书府的破灭 算是一个好的开端 以后西级的风气会越来越好 他值得长公主之位和暗格 皇帝想到这里 笑容又多了几分说到不算 只是你要有合适的人选 正可以参考一下 楚清皇点点头 儿臣最近挺喜欢温战的 谁 皇帝听着这个名字很耳声 想不起和哪位官员有关 楚清皇微微一笑 他的父亲是户部侍郎温行云 父皇若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可以提他 皇帝沉默 仔细想了想 温战好像是温行云的数字 因长得不错 被清皇强行大进了府里 所以现在的身份 是清皇的弑君之一 以前他喜欢凤锦之时 便一心只想着凤家和三皇子 甚至不顾生母端妃那边的母族 如今凤锦之失了宠 他开始喜欢温战 又要开始提拔扶持温家了 温家根基尚浅 两年之内不担心 他不红尚书后臣 如果以后也撑大了胃口 到时候处置了就是 皇帝倾咳了一声 清皇就让温行云 屏替尚书之位吧 他的资质也够了 三皇子跪在一旁 听着皇帝和楚清皇的对话 心头愤怒到了极点 楚清皇 若不是你 户部尚书府根本不会倒台 为了一个势君温战 而扶持温行云 荒唐 他明明是为了端妃一党的势力 谁不知道温家是端妃一党的人 三皇子心里的父匪 楚清皇听了个一清二白 楚清皇看着皇帝平静开口 父皇还有件事 昨晚儿臣陪温战去温家 给他父亲祝寿 在温家遇到了刺客 三皇子心头一紧 他是知道了什么吗 害怕楚清皇知道是他主使的 如今他已经腹背受敌 再来一下 根本扛不住 皇帝一听遇上了刺客 忙问楚清皇有没有受伤 刺客是谁派去的 查到了没有 楚清皇笑了笑 儿臣大概是能猜出是谁 父皇不用担心 漫不经心 转头看了眼三皇子 想要儿臣的命没那么容易 三皇子不经心头一紧 楚清皇这句话 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一戏之间 宏家完了 趁北王嫡女被杀 凤城向下了朝便 来告知他妹妹凤贵妃 凤贵妃得知后 心情犹如热锅上蚂蚁 户部尚书府被抄 只是让他震怒 咒骂楚清皇八百遍 然而晋王府的事情 却让他慌乱不安 六神无主 三皇子被戴了绿帽 还亲手杀了自己的王妃 这两件事 足以让他多年来的筹谋 毁于一旦 他恨得不行 楚清皇都回府了 晋王却还没出来 皇上到底会怎么决定 凤贵妃想到儿子今后的处境 一颗心像是被尤奸火燎 原本太后 给他撮合了 镇北王这桩婚事 就是希望以后 能得到一点助力 然而 助力尚未得到 现在却是个天大的麻烦 侧头问他哥哥凤丞相 锦知那边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惹怒了楚清皇 凤丞相当下就生气了 这言外之意 还怪我儿子呗 他蹭北一下站了起来 贵妃这是什么意思 不谈楚清皇本就是个疯子 那骑士的事 不是后院起伙吗 事情怎么能怪到 锦知的头上 出了事 总想找个背锅的 心里才会舒坦点 凤贵妃嚷嚷着 兄长还没发现吗 事情就是从锦知被罚之后 开始失控的 那骑士怎么就那么巧死 在了楚清皇超红家之后 这般变故 总不可能没个原因吧 凤丞相觉得他儿子 委屈自己入赘公主府 如今身上的伤势还没痊愈呢 就换来了这样一番指责 所以贵妃 你就认为是锦知的错 这种出了厉害不讨好的感觉 凤丞相也是气急了 既然如此 长公主之前来过凤家一次 说他已经修了锦知 让凤家去长公主府 把人接回来 如今这般 我便早些把锦知接回来也好 省得在长公主府被磕待 凤贵妃一听这话 立即出声阻拦不行 昨晚失去了 红家的财库支持 马上又要失去 镇北王的兵力支持 如果再跟楚清皇反目 那就真的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了 必须要让凤锦知 留在公主府周旋 立刻脸下心中不满 赔礼道歉 兄长别生气 刚才我语气是急了些 可现在三皇子元气大伤 也只有锦知 还能在长公主面前转还 我觉得 还是应该让锦知再想想办法 凤丞相还没来得及回话 就听到宫女禀报 娘娘 御书房那边有消息了 禁王楚天印 则打三十亭仗 闭门思过一月 伐凤一年 降为郡王 不知前朝之士的太后 刚用完早膳 正美美地品着茶 侍女就扶而禀报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今日早朝上陛下大发雷霆 太后便问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哀家 怎么一点都没听说 侍女与妻越发小心回禀 昨夜皇上命进军同龄 把宫门早早落了锁 外面的消息传不到宫里 听说长公主昨晚带人 把户部尚书 红尘海的家给抄了 太后文言和三皇子 当初是一个表情 又气又闹 那可是钱袋子 也心知肚明 皇帝早早把宫门落了锁 在访的谁 如今木已成舟 和皇帝的脸皮不能撕破 太后只能憋着活忍了下去 突然贴身太监匆匆而走进内殿 太后娘娘 晋王府发生了命案 晋王殿下 把王妃失手给杀了 皇上还降进王为晋郡王了 要说丢了户部的钱袋子 还能回转 可如今镇北王的女儿死了 意味着兵权没了 三皇子又从亲王降到郡王 储君之位更加艰难了 太后直接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昨晚忙了半宿 今天又早早起身上朝 楚亲皇没在御书房多停留 回了公主府 用完早膳还打算补个觉 锦兰把扶苍的药也煎好了 端过来放在桌上 楚亲皇随手就将要推给扶苍 宏家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看刑部和皇帝的意思 本宫不想掺和了 扶苍点点头 挨着楚亲皇坐下 一碗药还没开始喝 外面就想起一阵脚步声 楚亲皇抬眸那一瞬 差点被闪花了眼 只见往日身居简出的四位士君 一起走了进来 各个容貌气质绝佳 很扬眼 参见长公主殿下 四人一道恭敬行礼 楚亲皇没说话 沉默打量着他们 片刻后才问 你们这是干什么 麒麟恭敬开口 温公子说 长公主殿下身份尊贵 是一辅之主 我们身为士君 按规矩应该成婚定省 给殿下请安 红玉也表示 若能跟公主殿下一起共进早善 那就再好不过了 温战站了出来 千功有礼地表示 小人昨晚见识到了 长公主殿下英明神武的风姿 深深地被殿下的魄力折服 温战愿意服侍殿下 指望殿下抬爱 偶尔施舍一些怜爱即可 浮沧听着这些士君大胆求爱 送到嘴边的药 始终没法喝了 楚亲皇也察觉到了浮沧的异常 投了一个眼神过去 浮沧乖乖地把药一饮而尽 才回应温战他们 本宫没空 怜爱你了 红玉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上前来 殿下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都是殿下的士君 当初殿下强抢我们禁服的时候 又没说 我们禁服是要受冷落的 楚亲皇面无表情看着他 所以呢 红玉弱弱地开口 所以殿下不是应该雨露君瞻吗 其他几个士君 也投来委屈巴巴的眼神 楚亲皇喝茶的动作一顿 他真的想剖开这少年的脑袋 看看他脑子里 还装了什么奇葩的想法 雨露君瞻 听听 这是正常男子应该说的话吗 楚亲皇淡默回应 本宫昨晚忙了半夜 今天早上天没亮 就起身进了宫 稍后要补个觉 所以今天没空应付你们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红玉心血 殿下这意思是 等殿下休息好了就可以 楚亲皇沉默 目光从四人身上掠过 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你们四个人中 谁最有钱 几人一阵沉默 怎么会突然问谁最有钱 不管怎么着 说没钱或许还能得些恋爱 红玉率先开口哭穷 殿下 我最穷 您忘了吗 我是殿下当初从人贩子手里买下的 我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锅 什么都没有 楚亲皇却是看出 红玉身上这件衣服 是南海娇嚣所致 轻薄飘逸 入水不如 据说数年能得一匹 价值千金 还给我哭穷 他看着红玉的目光有些凌厉 身无常物的锅儿 那你先给本宫解释解释 身上这件衣服 从何而来 楚亲皇目光微转 落在福仓的身上 福仓乖巧地指着自己 属下的衣服 是暗格隐卫同意发放的 楚亲皇当然知道 福仓的衣服是真不值钱 一身单薄的黑色静衣 为的就是方便行动 夜间便于藏身 福仓乖巧地等着楚亲皇夸他 他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都是表里如衣 这么样萌萌的 楚亲皇破天荒地甜甜笑了起来 以后跟在本宫身边 需要经常出入各种场合 总是穿一身黑静衣也不行 稍后让上一局的人过来 给你量身做两套衣服 这有了对比就有反差 红鱼委屈地抬头 殿下 这不公平 可得到的 却是楚亲皇冰冷的眼神 红鱼指的小声嘟囔 为什么福仓就可以搞特权 楚亲皇神情清冷淡漠站起身 边走边说 这是本宫的府邸 本宫想给谁特权 谁就有特权 几位士君默了默 暗暗吐槽 公主还真是差别对待 对着福仓就能笑 对着我们就冰冰凉凉 什么时候能雨露君瞻啊 福仓提前备好了纸墨 楚亲皇一驾 到了十万钱 福仓仔细想了想后 开口请示 殿下 这几位士君的身份有问题 可要属下去查 楚亲皇微微一笑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回应暂时不用 这几个人应该没什么叵测居心 本宫要他们亲口说出来 倒是凤锦之不必在府里多留了 说着就提笔写修书 大厅里 麒麟转头看向跪在身边的温战 以前是驸马 现在是福仓 殿下不是刚刚才冲灌一怒 为你这个蓝颜吗 怎么不见你有什么特权 温战淡然一笑 罪是无情帝王家 殿下心意难以琢磨 对我的宠爱正如昙花一现吧 就在几人闲聊时 锦兰进来禀报 殿下 驸马求见 楚亲皇星想来得正好 省得专门派人给他送去 冷冷回应 让他进来 麒麟坏坏一笑 问温战 难以捉摸 那你说 凤锦之会不会赴宠 凤锦之已经恢复了六七成 起码能自己走路了 目光在殿内排排柜的四人身上 一掠而过 楚亲皇的四位弑君 深深感受到公主的变化 今日过来齐齐妖宠 求公主雨露均沾 楚亲皇便扯开话提问了句 你们四个谁最有钱 红羽身着价值千金的南海娇嚣 却最先哭穷 身为孤儿 是四人中最穷的一个 温战笑了笑 殿下知道 我是温家树子 不受待见 我手里一贯就拮据 不怎么有钱 好在住在公主府的日子里 生活还算安逸 下人们也没有为难我 一日三餐不成问题 我们花钱的地方也不多 所以不用为生计发愁 楚亲皇就默默地看着这几位弑君 看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齐琳也表示 我虽然有点积蓄 但不舍得花 就如温战所说 我们住在公主府里 吃穿用度都有人送过去 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所以从家里带来的一百两银子 还剩下一大半 最后一个 说话的是沈仲景 回禀殿下 我 本宫知道 你也没钱 楚亲皇淡淡接下了他的话 所以你们进宫主府最大的好处 就是从此吃穿不愁 四人齐齐一败 殿下圣明 楚亲皇抬眸看着几人 眼里带着一抹冷光 那么 谁来给本宫解释一下 你们身上穿的数年 才能得一匹的千金红色交销 每年锦上公树匹的 蜀锦常山 据说技法 已经失传的颂段 一两黄金 一两丝的天蚕血衣 三位数子 一个孤儿 穿的衣服 却比帝都这儿八斤的 世家笛子还要好 你们可真是穷得 让人刮目相看 四位侍君 懂事的全跪了下来 而后一口同声说 衣服是捡来的 楚亲皇淡漠地看着几人 你们还布置这一身衣裳吧 所以你们给本宫 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前 就这么跪着吧 穿得起这么昂贵的料子 却一个个在他面前哭穷 得要好好收拾收拾 按着他们世家 庶子不得宠的身份地位 以及进了公主府之后 就受冷落至今的处境 理应轻衣不删 才合乎常理 然而瞧瞧眼前 这四位的衣着气度 说他们是皇子权贵 只怕都有人深信不疑 很快看像坐在书案前 像是正在写什么的楚亲皇 冷着脸质问 楚亲皇 你做那么多事 是在报复我 扶桑抬头看着凤锦芝 目光冷煞如箭 眼底杀鸡一闪而逝 正在罚贵的四位弑军 齐齐皱眉 这位驸马爷 不会是个傻子吧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敢跟长公主 殿下言语挑衅 大概是担心 自己死得不够快 麒麟玩味摇头 不 他是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男 自以为是的幻想 殿下还对他有感情 外面出的那些事情 都是殿下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想逼他屈服的手段 红语刺的一声就笑了出来 花孔却都没他自恋 四人光明正大的窃窃私语 语调虽然不高 但店内所有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凤锦芝的脸色 像是双打过一样 冷得刺骨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此时这四位弑军 大概都已经被万箭穿心 楚金黄放下笔 但莫开口 凤锦芝 如果本宫是你 这会儿应该恭恭敬敬地 跪下来行礼 才是上策 在本宫面前挑衅逞强 并不会让本宫觉得 你多硬气 反而会起一个 适得其反的作用 凤锦芝双手紧握成拳 冷冷地注视着楚青黄 你就是想逼我下跪 楚青黄眉心微皱 声音里多了几分嘲弄 逼你 扶苍 教教他规矩 话音刚落 凤锦芝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吸窝处一阵熟悉的剧痛 再次袭来 疼得他半晌没缓过来 麒麟色缩了一下 看着就疼 好像很活该 温战复和道 可不是吗 学不管 就活该遭殃 楚青黄看着凤锦芝痛苦的模样 面无表情的开口 所以 本宫想让你下跪 还需要用逼迫的方式吗 凤锦芝 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 扶苍把修书递到凤锦芝手里 楚青黄一笑 这个你拿着 马上收拾东西 离开本宫的府邸 即日开始 你跟本宫不再有任何关系 凤锦芝目光落在自己手里的修书上 震惊得良久没有动作 然后死咬着牙 心里咒骂楚青黄这个贱人 竟然真的要修了我 凭什么 想到今日凤府传来的消息 现在形势逼人 他必须换回楚青黄的喜欢 一时屈就罢了 来日加倍奉还给他 他收起了阴狠 大喊殿下 我们是夫妻 一日敷七百日恩 今日锦芝来此 只是想求殿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弥补曾经说错话 做错事的机会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会改 殿下 别这么绝情好吗 高傲自负的凤家嫡子凤锦芝 拿到楚青黄的修书 他终于耸了 跪求楚青黄念在一日敷七百日恩的份上 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 人虽然跪着恳求着 可凤锦芝的心里 对楚青黄 只有恨何利用价值 三皇子如今失势 凤家异族的翻盘机会 全系在他身上 他不得不在这座垂死挣扎 可惜楚青黄 没打算给他挣扎的机会 扶仓 把他丢出去 凤锦芝曾经仗着驸马之位 楚青黄的喜爱 对扶仓百般羞辱和折磨 还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扶仓领命 毫不吝啬守劲 直接把凤锦芝丢了出去 任由他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地滚下去 凤锦芝浑身生疼 但不至于昏死过去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想着装虚弱装死 能换来处青黄的联系 屋里跪着的四位侍君 眼神复杂地看着 滚落到他们不远处的凤锦芝 红雨撇了撇嘴 他怎么一直没反应 不会是死了吧 麒麟看了一阵后猜测 可能骨头摔碎了 沈仲锦觉得不像 应该是摔到了脑子 晕了过去 温战回过头来 殿下好像不太懂得 怜香惜玉 你们猜他会晕多久 沈仲锦笑道 我猜半个时辰 麒麟还是觉得摔碎了骨头 呵呵一笑 我猜一个时辰 红雨提 我们打个赌吧 我下注一百两 赌他很快就会醒过来 这时 楚青黄走了出来 看着的四位叽叽喳喳的士君 有心思拿一百两来打赌 想好怎么解释了 此言一出 四人顿时安静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 红雨弱弱地说简的 殿下 我们还需要跪多久 楚青黄淡淡瞥了一眼 等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 愿意告诉本宫真话为止 四位士君 除了明面上的数字 和孤儿身份之外 绝对还有不为人知的 第二重身份 不过楚青黄并不着急 他们暂时无恶意 他也可以用读心术来探知 这时温战突然喊了声 凤锦芝他醒了 所有人的目光 立即都落到了凤锦芝身上 缓解了他们这里的问题 凤锦芝双臂艰难地撑起身体 急促地喘息声 泄露了他的痛苦 也听出了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 这几天 他当真是把从小到大 没吃过的苦头都吃了一遍 若是换成其他人 定然已经学乖 可凤锦芝以前被楚青黄灌坏了 以至于他到现在 还以为楚青黄 只是在用这种方式 引起他的注意 以及在他这里受了气之后 就报复凤家和三皇子 想逼他屈服 看着掉落下来的修书 在心里 咒骂楚青黄是疯子 来日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 可如今形势所逼 他必须想办法 留在楚青黄身边 不然三皇子和凤家就都完了 凤锦芝 醒了就别装死 楚青黄冷漠无情的声音 忽然响起 像是在看一只蝼蚁吧 凤锦芝抬头 表现得无比真诚 求殿下再给一次机会 要不是听到这么多心声 就凤锦芝现在这个认错态度 还真就给一次机会了 楚青黄忽而一笑 凤锦芝 你想弥补 本宫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凤锦芝一听有戏 欣喜不已 心里忍不住冷笑 果然 他只是为了 引起我的注意 只要哄一下 就还是那个 任我拿捏的楚青黄 楚青黄眉头微挑 说到拿着修书 从本宫的府邸大门外 三步一跪 九步一扣 跪行到凤家大门外 你能做到 本宫就原谅你 凤锦芝脸色僵硬 所有的得意和冷笑 瞬间不翼而飞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青黄 楚青黄冷漠转身 能做到就现在去做 做不到就立刻收拾东西滚蛋 凤锦芝气到了极点 死死地咬着牙 才能控制怒火爆发 红鱼忍不住吐槽 长公主殿下真是仁慈 温战立即点头附和 我也觉得 殿下太过温柔了 长公主府离凤家 其实也没多远 绕过两条街而已 就算是跪行回去 也无需半日供奉 凤锦芝阴冷地看去 恨不得现在上去撕了他们 见凤锦芝为了脸皮还在犹豫 温战便来帮他下定决心 长公主殿下 已经给了一次机会 虽说有点为难 但比起红尚舒服的命运 这的确已经是 格外的宽宏大量了 驸马昨晚是没亲眼见到 那红家的儿子 只说了一句话 让殿下不满 殿下就带人抄了红家 比起红月 长公主对驸马 还是有感情存在的 凤锦芝一颤 他虽然知道 楚青黄昨晚抄了红家 却并不知道起因是什么 只以为他是出于报复他的心思 并清楚 红家是三皇子的人 所以才拿红家下手 若是跟红月相比 楚青黄对他确实还是仁慈 毕竟这个性情暴力的公主 以往若真讨厌一个人 几乎都是亡死离整 温战见他有所动 又来加一把火 像是担忧地看向麒麟 三皇子杀了王妃一事 不知道郑北王知道之后 会不会亲自上京问罪 郑北王是你的父亲吧 你父亲对这个女儿态度怎么样 麒麟语气舒淡 嫡女自然是比较金贵的 况且不管女儿得不得宠 晋王的行为 都可视为对郑北王的挑衅 这不是感情问题 而是维席因亲关系的棋子被杀了 你若是郑北王 会无动于衷吗 凤锦之心头一沉 是啊 只一夜时间 三皇子就处境很艰难 锦兰忽然来报 启禀殿下 宫里刚刚传来消息 晋王被降了爵位 现在成了晋郡王 并罚奉一年 则打三十亭仗 凤锦之一颗心沉入谷底 一言不发 走出大门 红宇收回视线 悄眯眯地问 你们觉得 凤锦之会从公主府大门外 三跪九寇到凤府吗 温战一笑 还无比肯定会的 红宇还是有些不幸 可是这样做的话 她的脸就丢尽了 温战摇摇头 对于利益至上的人来说 脸面并不值钱 到了必要的时候 亲情或者尊严 其实都可以被舍弃 红宇叹了口气 成年人的世界真是复杂 既要算计别人 又要保全自己 还要时刻想着怎么演戏 想想都累得慌 我觉得 还是座长公主殿下的士君比较好 可以穿美美的衣裳 吃可口的饭菜 偶尔过来争争宠 小日子过得简直无比惬意 此言一出 其他三人齐齐转头看着她 红宇一愣 干嘛 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 难道我说的不对 麒麟笑了笑 你说的挺对的 只是眼下 你应该好好想想 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来应付长公主殿下的提问 关于你身上这件衣服的由来 红宇文言 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忍不住嘀咕 我说了是简的 殿下偏不信 我能怎么办 温战一笑 你觉得殿下是三岁小孩 楚清皇听着这四人跪在殿外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也懒得理会了 再琢磨他的下一步 而凤锦之这边 当真是三步一跪 九步一扣往凤家去 大街上聚集了不少人 各个瞪大眼睛 一脸惊奇地看热闹 堂堂凤家嫡子 落得如此狼狈 真是让人唏嘘 我听说长公主以前 特别喜欢凤锦之 可这位驸马不领情 当着长公主的面 不是骂骂就是羞辱 大概把长公主的耐心耗光了 才有今日这一出 这么说来 今日这番苦楚 是他自作自受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 给凤锦之让出了一条路 坚决不阻挠他三跪九扣的诚意 一辆奢华马车停在一旁 马车里的人漫不经心地问了句 长公主修了凤锦之 侍从点头是 马车里的男子 便是凌家二房嫡子 凌静 掀开车帘看了一眼 俊美的容颜带着几分书了 微微一笑 有意思 这二十出头 阴柔俊秀的男子 虽然在校 给人的感觉却很阴冷 楚清皇的生母端妃 在楚清皇或风掌公主时 就提点过 让楚清皇超了户部尚书家之后 体拔他的二舅舅林安杰 接任户部尚书 然而最后的结果 却是这个肥缺 落入了温行云手里 虽然温行云也是端妃一挡 却不是如青兄那般 让人顺心 如今驸马奉锦之被咽弃 带着一纸修书离开 恰好给腾出了位置 端妃便想出了另一招 把他的侄子林静赐婚于楚清皇 来得亲上加亲 方便控制拿捏楚清皇 林静心思毒辣 对楚清皇这个稀奇掌公主 起了征服欲 自认为他跟凤锦之那个蠢货不一样 他有的是办法 让楚清皇屈服 舍了他的傲气 以夫为天 只是从前楚清皇心思 全扎在凤锦之身上 如今这一出 是真的分道扬镳了 还是欲擒故纵 他在等待最终结果 掌公主府 扶仓地上一盏茶给楚清皇 回禀道 凤锦之以按照主子的意思 从公主府跪到凤家去 楚清皇伸手接过茶盏沉默着 凤锦之境 真的三跪九寇回去了 该说他能屈能伸 还是对楚天印太过忠心 透着屏风 看着半日过去 依然跪得轻松的四十军 眼底划过一抹忧生之色 扶仓还是忍不住 小心翼翼地问了出来 主子说会原谅他 楚清皇微一点头 嗯 本宫是打算原谅他 扶仓敏唇沉默 表情依旧寡淡清冷 可内心却在翻腾 凤锦之对殿下多有冒犯 怎能轻易原谅 楚清皇自然听到了扶仓的心声 他抬眸看向扶仓带了一丝笑意 只是留他调命罢了 这公主俯容不下他 说着笑意更深 扶仓 吩咐下去吧 让人把梧桐院里 所有属于凤锦之的东西 都收拾一下 用马车给凤家送过去 就说本宫已经原谅他以前的冒犯之罪 以后不会再追究 并告诉凤家人 就说本宫已经休了凤锦之 以后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本来听说楚清皇真打算原谅凤锦之 扶仓清冷淡漠的脸更加的冷 心里还有种莫名的一股闷闷感觉 下一秒 却听楚清皇说 只是原谅他言语冒犯 公主府不会再有凤锦之的位置 扶仓文言 素来清冷寡淡的脸上 也扬起了笑意 眸光越发闪亮 是 属下这就去办 楚清皇脸眸喝着清茶 静静等着宫里的消息传来 从公主府到凤府 在几乎半个皇城人的围观之下 凤锦之顶着火辣辣的难堪和愤怒 以及平生所受过的最大屈辱 终于三跪九扣到了凤府大门外 凤锦之脸色惨白 浑身上下都透着几乎历节的疲惫和憔悴 两个膝盖已经被磨破 双手红肿破皮 就伤未愈 又添心伤 曾经的权贵公子眼下只看得见狼狈不堪 凤夫人见状心疼不已 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上前扶住儿子 又气又怒又心疼 眼眶不自觉地发红 长公主他太过分了 以前光风济月的儿子 被折磨的亲娘都快认不出来了 这该死的楚清皇 该死的贱人 千刀万剐 都难笑我心头之恨 丞相站在一旁 儿子的这副模样也让他震怒 紧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尽量哄着长公主吗 父亲息怒 凤锦之强撑着回应 我今日去找长公主殿下求和 他提出的条件 就是让儿子从公主府跪行到凤家门外 并说儿子能做到 就原谅我 凤夫人没听完就怒火中烧 有种要咬人的冲动 你好歹 也是丞相府嫡子 他凭什么如此羞辱于你 凤锦之连忙开口提醒 母亲 外面有很多人看着 母亲说话注意一下 万一传到了长公主的耳朵里 只怕又声势端 凤锦之好不容易三跪九寇回到了凤府 以为自己屈辱一番 就能将事情接过 照样还是长公主处亲皇的驸马 心头正欢喜时 突然 一个稳重的中年声音响起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辆马车不紧不慢地行了过来 身着灰色袍服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 朝凤城向作一行礼 在下乃是长公主府管家 特奉殿下之命 把凤公子的衣物用品和纸笔书册都收拾妥当送了过来 请丞相和夫人轻点查收 凤城向脸色极为难看地问长公主殿下 这是什么意思 丞相还不知道 管家有些讶异 随即解释 长公主殿下已经修了驸马 鉴于今日凤公子赔礼道歉的方式诚意十足 殿下决定原谅凤公子 一封修书 还凤公子自由 从此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凤锦之完全不敢相信 说好的原谅却只是原谅以前的言语冒犯 居然还是修了他 他为了三皇子 为了凤家 一路承受着那些人嘲笑的眼神 幸灾乐祸的目光 以及看笑话式的窃窃私语 这般屈辱换来的却是戏弄 浑身的酸痛感觉 和心里的那根弦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晕了过去 凤夫人一阵惊慌失措 连忙伸手把儿子扶住 白人 把大公子扶进那院休息 快去请大夫来 凤府门外 许多达官贵人 自然把管家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都在议论纷纷 堂堂丞相府嫡子 居然被长公主殿下一封修书打发了出来 凤丞相听着各色议论 面上挂不住 立即命人关门 沉寂了数日的丞相府 因为嫡长子的回来 而陷入一阵手忙脚乱 本来三皇子之事 就焦头烂额的凤丞相 此时更是把楚亲皇 碰到了骨子里 楚亲皇 我与你施不两立 长公主修了驸马 还让其三跪九寇回了凤府 成了大街小巷的谈资 与此同时的皇宫里 五皇子和端妃 正听着宫女讲述 那凤丞相气的脸色铁青 直接命人把大门给关了 母子二人闻言很是愉悦 沉稳俊秀的五皇子 分析起了当前的局势 户部红尚书倒台 没了骑士这个贤内主 镇北王迟早也要来要个交代 凤家今日也成了全城的笑话 三皇兄在想翻身 怕是难于登天了 转瞬脸上浮现出不解和不悦 这楚清皇到底在想什么 此前母妃不是告诉过她 要替二舅舅顶红尚书的位置吗 怎么圣旨却下到了温馨云头上 五皇子之前答应了临静 不出三月就让二舅舅进入内阁 谁知道楚清皇 却没按照他们的想法提人 临静是五皇子二舅临安杰的长子 自小跟五皇子一起长大 两人年纪相仿 感情比亲兄弟还轻 为了楚军之位 谋划让他二舅临安杰掌管户部大权 所以才让楚清皇先对付户部尚书 谁料没有权如他们意 端妃膝下一儿一女 五皇子楚天真 七公主楚清皇 对于楚清皇这个女儿 就是一种淡淡的母女关系 以往因为楚清皇喜欢凤锦之 爱屋及屋之下跟凤贵妃走得比较近 对自己的母妃反而疏离了许多 再加上楚清皇行为暴力乖张 隔三差五就受到朝臣们弹劾 帝都关于他的风言风语从未歇过 端妃对这个女儿实在喜欢不起来 但为了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利用 却不跟楚清皇交恶 听了自己儿子的疑惑 端妃面色也有些不好 楚清皇性子琢磨不定 你生气有什么用 左右温行云也是我们的人 五皇子自然知道 可以深知楚清皇的脾性 母妃 可楚清皇如此没有规矩 如何能为我们所用 端妃胸有成竹的倾向 我自有安排 她觉得楚清皇是花痴 喜好美男 便打算把楚清皇赐婚与临近 继而控制她 立即吩咐宫女去船长公主进宫一趟 没用多时 楚清皇进的宫 被宫女领到了一处凉亭 长公主殿下请稍等 宫女便行礼告退 楚清皇淡然地坐了下来 端妃此时叫我入宫 是打算问温行云的事 还是凤锦之的事呢 突然一声悦耳的长公主殿下 打断了楚清皇的思绪 临近目光落在楚清皇脸上 笑得格外灿烂 殿下在等端妃娘娘吗 她的笑容让楚清皇有些恶心 在脑子里思索了一圈 想起来了 临近 临家二房嫡子 算下来是楚清皇的表兄了 楚清皇没说话 临近就自然属走了进来 端妃娘娘不会来了 姑母想把长公主殿下次婚给我 是我想要提前见你一面 我希望我们成婚之后 殿下能把公主府后院里那些士君都遣散 虽然我知道你跟他们并未发生过礼教之外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 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礼教允许的范围 楚清皇原本是不想搭理她的 对于一个初次见面 就让人心生厌恶的人 她觉得多说一个字 多给她一个眼神 都是浪费时间 然而临近这句话 却让她想笑 她微微抬头 漠然的目光带着屁腻和嘲弄 你在跟本宫说话 临近表情一顿 缓缓点头 我的确是在跟长公主殿下说话 楚清皇语气 无比冰冷地开口 既然知道本宫是长公主 你此时不应该跪在本宫脚下吗 需要本宫教你规矩 临近神色微变 随即从容不迫地攻身行了个礼 陈临近见过长公主殿下 陈现在是需要行君臣之礼 只是陈要提醒长公主 出嫁从夫 待殿下来日 过了临家的门 一声刺痛的惨叫 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扶仓专制不懂规矩的人 膝盖窝梯的 也是越发的熟练 被强行制服 跪在地上的临近 沉默不语 楚清皇冷冷瞥了他一眼 过了临家的门 你要不要回去照照镜子 本宫府里有多少士君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轮不到你来教本宫如何做事 如果你不想落得 跟凤锦致一样的下场 就安分一点 好好记着自己的身份 别肖想不属于你的 长公主驸马这个身份 没有你的可能 跪在这里反省半个时辰 为了你的狂傲无礼 丢下这句话 楚清皇台不离开 扶仓看出 临近不是个听话的 临走前给他点了穴道 算是给他定时了 临近握紧双手 脸上带着病态的笑容 身份尊贵 性情暴力 容貌美丽名艳 这样的女子征服起来 才有挑战性 不是吗 凤家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以太后做靠山 帝王最忌讳的 就是后宫干政 若是皇后 或者其他妃嫔干政 皇帝最起码可以呵斥责罚 可太后是他的母亲 不管是出于孝道 还是因为帝王的身份 他都不能对自己的母亲不敬 那么心里 这份不满 自然就发泄在 以太后做靠山的罪魁祸首 所以 凤家和洪家是聪明反辈聪明物 楚清皇在梁亭罚贵了临近 而后端飞 还是命运请了他去 端飞装模作样 温柔地笑了笑 本宫想让你嫁给你二舅舅家的敌长子临近 你一下如何 楚清皇听着端飞心里的真实想法 面上没有丝毫异样神色流露 淡淡地问 你是想临近近长公主府做侍君 端飞笑意一将 你说什么 楚清皇平淡回应 本宫的府邸已经有了四位侍君 临近去了 只能排第五 他若愿意 本宫没意见 端飞脸色黑了下来 这个女儿是真的讨厌 随即又笑咽如花开口 清皇 母妃的意思是让临近做你的驸马 楚清皇淡淡看了一眼端飞 懒得和他上演母词子笑 只说本宫刚修了一副马 暂时没打算再取第二个 况且 临近不是本宫喜欢的类型 入不得本宫的眼 端飞捏紧了手里的折扇 勉强自己笑着提醒 清皇 为人子女者 婚事当有母亲做主 楚清皇沉默地不做回应 就算有母亲做主 也轮不到端飞 他的亲生母亲 都没跟他说过这样的话 五皇子见楚清皇这般冷漠 不由地呵斥 奇美 你这是什么态度 母妃面前 你能不能有个做女儿的样子 楚清皇冷冷瞥了他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五皇子气急了 母妃 您看看他 当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端飞醋眉 冷淡地注视着楚清皇离开的背影 平静地说 没必要生气 他只要能替你做事 助你铲除对手 其他的暂时都可以忽略 五皇子一听觉得有道理 等利用完 毫无价值的时候再收拾他 走出皇宫 楚清皇坐上自己的马车 记得第一次进宫出来 扶舱还是骑马跟随 而现在扶舱这个影位 已经是跟楚清皇同坐车厢了 有些东西在不自觉地发生变化 马车里 楚清皇想到 林静要征服他的心声 泛起了冷笑 林家这些年 端飞在后宫 二十年圣宠不衰 风头几乎盖过了当今皇后 楚军争斗虽说是四足鼎立 可显然端飞母子 占据了最大的优势 宫外林家 又手握二十万兵权 也是他们狂傲的底气 林家人却是有些飘飘然了 楚清皇抬眸淡笑 林安成长兵权的时间够久了 本宫想要他手里的十万营甲军 扶舱闻言 立刻跪下请命 属下去杀了他 楚清皇撇扶舱一眼 起来 别动不动就杀人 本宫还没到要他命的地步 扶舱便乖乖地起身 安静地坐在身旁 马车忽然停下 楚清皇微微猝眉 询问车夫发生了什么事 车帘一掀 六公主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他弱弱地喊了声七妹 一看又是要搞事情 楚清皇坐在榻上没动 看着站在车外的六公主 淡漠问道有事 六公主面带憔悴 故作娇弱表示 可以跟七妹谈谈吗 楚清皇目光微垂 看着六公主表面柔和可怜 内心在骂娘的姿态顿了顿 你想跟本宫谈什么 凤锦之已经回到了丞相府 你想跟她说什么 想做什么 可以直接去相府 无必来找本宫 本宫已经给了她修书一封 从此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六公主心有些慌 脸色又白了几分 七妹 楚清皇直接打断她的话 淡淡开口 楚怡玲 你是不是很奇怪 本宫怎么能从温家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六公主闻言脸色骤变 七妹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楚清皇扯了扯唇叫 听不懂 本宫就当你听不懂 不过以后有关楚天印和凤锦之的事情 别再拿来本宫面前说 本宫很忙 没空理会他们 说着就吩咐回府 然而下一瞬 六公主直接在马车前跪了下来 七妹 求你高抬跪手 放三皇兄一条生路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人们看见这一幕 人群中想起严厉的指责 七公主简直太不像话 竟当街让自己的姐姐给她下跪 这天下还有王法吗 又有清醒的人反驳 你懂什么 七公主只是查查了红尚书府 并没有对三皇子做些什么 三皇子是自己倒霉 遇上王妃偷人 结果被三皇子一箭杀死 跟七公主有什么关系 有人还是坚持认为 怎么着也不能让自己的姐姐当街下跪 如此羞辱 明明是六公主自己下跪的 你们都是睁眼瞎吗 六公主哭唧唧 听着长街两旁的议论声 心里窃喜 楚清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逼黄姐下跪 你要作何回应 楚清皇坐在马车里 把长街两旁的窃窃私语 和六公主的心声都听在耳朵里 却还是平静淡漠 只冷冷吩咐回复 马车很快行驶起来 六公主原本跪着没动 她不相信楚清皇敢当街 从她身上越过去 然而当马车丝毫没有 停留地直冲过来 她立马慌神了 急急狼狈地朝旁边躲开 长公主府的马车急迟而去 只留下一片尘土飞扬 六公主惊魂未定地盯着远去的马车 因为攥紧了双手 掌心藏着的毒针瞬间刺进她肉里 疼痛感让她猛地松开手 被针尖刺破的地方泛起了黑色 这毒针她本来是要对付楚清皇的 却没想一个变故自食恶果 六公主的侍女吓得冷汗直冒 立即道出解毒药丸 六公主将一粒散发出苦涩味道的黑色丸子服下 是本宫不慎 楚清皇命大 这两天算是阴沟里翻了船 栽在了楚清皇手上 这口气不讨回来 我实在难消心头之恨 侍女沉默片刻表示 依奴婢之见 公主殿下 切莫再与七公主正面相对了 七公主那边 可以先交给旁人对付 我们暂避锋芒 六公主满脸阴沉 交给旁人对付 现在满朝文武都避她如蛇蟹 谁敢对付她 侍女一笑 奴婢刚刚得知 端妃有意把七公主嫁给灵静 就在公主殿下跟七公主相遇之前 七公主在宫里遇到了 灵家二房的嫡子灵静 还给了她各下马威 楚依林文言诧异 把楚清皇嫁给灵静 这是什么搭配 七公主不太好控制 端妃可能也是担心 这个女儿太过桀骜不驯 不听她掌控 所以才生出了 让她嫁给灵静的想法 但七公主不会答应的 这样一来 她们母女就会生出嫌隙 嫌隙大了 自然而然就会母女反目 六公主沉默了 如此一来 便有喘息和利用的空间 侍女见此又笑道 七公主风头正盛 为人又跋扈 过一阵子的流伤失惠 殿下只看着她 继续树敌便是 不管是在宫里 遇上阴森森的灵静 还是当街蓝马车演戏的六公主 都被楚清皇抛在了脑后 和福仓回到公主府 四位侍君还老老实实地跪在那里 楚清皇脚步微顿 看着那四道俊秀出城的身影 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四人除了容貌出色之外 体力似乎也不错 跪了这么长久 居然都没有显露出疲惫之色 一个个看起来还轻松得很 楚清皇平静地抬不往李总 想到该如何跟本宫解释了吗 四人闻声 齐齐转头看来 并恭敬地低头行礼 参见殿下 楚清皇淡默地表示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还是没有任何解释的话 那么就安静地等到明天早上见 红宇最先忍不住问 殿下这意思是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就要继续跪到明天早上 齐灵瞥了她一眼笑了起来 这还需要问吗 肯定就是这个意思 你真是傻得可以 红宇不满得嘟囔 你不傻 怎么到现在 都没有想出合理的解释 齐灵语色片刻 谁说我没有合理的解释 我就是想体会一下 被罚贵的滋味而已 红宇可怜巴巴地看向楚清皇 殿下 我跪得膝盖疼 这招对楚清皇却不管用 还是那般淡漠 没有想象中的怜惜 红宇撇嘴 都怪沈仲景 沈仲景无辜躺枪 失笑 怪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让你们穿这些名贵的料子 楚清皇的四位侍君 排排跪了大半天 为了早点起来 绞尽脑汁 终于把沈仲景 给推出去扛大梁 沈仲景则表示 你们自己爱慕虚荣 一个个打扮得跟开瓶的孔雀似的 居然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简直可笑 楚清皇见几人还不肯说 抬步就要走 红宇连忙开口 殿下 等等 为了能早点起来 还是坦白从宽吧 殿下 沈仲景是开绸缎庄子的老板 我们的衣服都是他给的 没要钱 楚清皇脚步微顿 转过头看着四人 等着他们瞎边胡躁地解释 沈仲景也开口解释 小人的母亲过世早 留下了一个绸缎铺子 铺子里各种布料都有 只是一些特别昂贵的料子比较少 殿下身份尊贵 我们虽然只是殿下的士君 却也不敢穿得太寒酸 生怕丢了殿下的脸面 所以才这般打扮 四位士君都齐齐点头 那衣服真的不能再真的模样 楚清皇完全不信 不过不管怎么说 到底也算是给了他一个解释 楚清皇还是格外开恩 免了他们的罚贵 反正这几人 他没感到什么恶意 身上的秘密 迟早会搞清楚 便说 四月十八驱水流伤师会 温战与本宫同去 温战笑着拱手作一应下 毕竟温行云寿臣那日 楚清皇对温战的维护有目共睹 在外人面前 至少该做这样子 免得让人以为 他这个温家数子 刚刚得宠就失宠了 红宇也满怀期待地开口 殿下 我也想去 听说驱水流伤师会上 有许多才子佳人 我想去见识一下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举步离去 红宇拧眉 殿下这是同意 还是没同意 他小心翼翼地揉着双膝 殿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沈仲景瞥他一眼 大白天里说什么傻话呢 长公主要是懂得怜香惜玉 这公主府只怕要人满为患了 麒麟笑道 天虽然黑了 但还没到旧情时间 离做梦还早 别总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梦话 红宇吃笑了起来 梦想还是要有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实现了呢 等我得到殿下宠爱的那天 你们别把我大腿就成 温湛悠悠叹了口气 祝你早日心想事成 说着转身离开 沈仲景拍了拍红宇的肩膀 给予鼓励 红宇 你一定可以的 我相信你 麒麟看了红宇一眼提醒道 殿下已经说了 温湛陪他去 你就乖乖留在府中 独守空房吧 转眼就到了4月18日 天气晴朗 桃花朵朵绽放 皇城郊外 山脚下空气格外清新 一众达官显贵 各个锦衣华服 才子家人齐聚在一起 互相吹捧 楚清皇坐着马车 不慌不忙前往郊外 浮仓一袭黑衣坐在车前 温湛有幸和楚清皇 同坐在马车里 随时同乘一车 温湛却自动与殿下 保持着安全距离 哪怕在外人面前 极尽争宠之能事 独处的时候 也绝不会主动靠近 楚清皇半步 温湛心里清楚 所有的宠爱 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不管外面传闻 长公主如何花痴 至少现在的楚清皇 对男女之事 根本没一点兴趣 抵达城郊 一席飘逸蓝袍的温湛 搀扶着楚清皇下了马车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长公主殿下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 转头看向楚清皇 以及他身边的温湛 温湛福尔小声提醒 今日这场面 貌似有点危险 殿下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树敌太多 难免有小人暗算 务必小心谨慎 楚清皇微点头 目光微转 淡漠地看着 果然 看到几张有过渊源的面孔 比如被他整治过的 温家长子温丽 刚修掉的驸马奉景之 真没想到 他刚丢了那么大的脸 居然还能出门了 梁静如给的勇气吧 还有那个阴森森 自以为是的灵静 也跟他有过一点 小小的不愉快 再加上 恨不得对他除之而后快的六公主 楚清皇依旧淡漠地看着 这段时间整治过的冤家 今日居然全来了 冤家路窄 不知道谁会掀出这个头呢 他嘴角铭起了一丝笑意 七妹 六公主满脸温柔笑意地走过来 拉着楚清皇的手 今日人多热闹 都在等你呢 楚清皇神色淡漠疏离 对他的是好无动于衷 更厌恶跟这种表里不一虚伪客套的人 明明心里恨他 恨不得马上弄死他 面上却要维持着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 不觉得累吗 这是邻静的妹妹林雪 带着吉许鸡翘开口 长公主殿下 不是最喜欢让人跪着说话吗 今日来了这么多人 是否需要一个个跟殿下行礼 此言一出 其他人不约而同的一惊 第一个跟长公主发难的 居然是凌家嫡女林雪 林雪跟楚清皇不是表姐妹吗 林雪是端妃的亲侄女儿 楚清皇又是端妃的女儿 就算其他人跟楚清皇不和 林雪也应该站在楚清皇这边才是 怎么楚清皇刚来 她就开口嘲讽 众人面面相觑 无动声色地观察着 这位暴力长公主的反应 而在场的男子 却大多明白是怎么回事 楚清皇自然也清楚 林雪的敌意从何而来 她是在给自家哥哥临近 打抱不平吗 楚清皇眼里闪过一抹寒光 语气冷漠回应 本宫的确喜欢 让人跪着说话 尤其是你 跪下 林雪没想到 楚清皇不顾身份关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要她难堪 脸色一变大吼 楚清皇 敢直呼本宫明慧 楚清皇语气更冷了些 信不信本宫让你跪到明天早上 林雪表情瞬间将住 这时病态的林静走过来 把林雪护在身后 脸上带着一抹谴责 长公主殿下 今日的诗会 应该是热闹而轻快的 请长公主殿下 不要破坏这里的气氛 楚清皇目光如电地看着林静 所以这就是 她以下范上的理由 本宫是不是给你们脸了 林静表情沉了沉 拱手作衣 沉带舍妹给殿下赔罪 楚清皇冷笑 林雪以下范上 为什么有你来赔罪 她没长嘴吗 本宫再说一遍跪下 林雪娇美的脸上 一阵火辣辣的难堪 还不忘威胁楚清皇 如果端飞姑姑知道了 楚清皇直接打断 笑了笑 你也可以直接搬出太后 看本宫会不会买账 林雪咬牙暗恨 有些后悔自己沉不住气 她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挑衅楚清皇 却也很不服气 若没有林家 掌管二十万兵马大权 没有林家作为后盾 连端飞姑姑在宫里 都会寸步难行 何况是楚清皇 这个没有一点脑子的公主 她凭什么站在这里羞辱我 六公主也赶忙笑着 开口打圆场 七妹 林姑娘只是无心之过 并非有意冒犯七妹 七妹大人有大量 别跟林姑娘一般计较 否则宫里的端飞 也难做不是 楚清皇平静地看她一眼 在座的其他人也开口劝解 六公主说得对 林姑娘不是故意的 掌公主殿下 何必跟一个弱女子计较 若是端飞娘娘知道 掌公主殿下跟林姑娘起了争执 想来也不会高兴 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掌公主殿下心胸宽广 就当林姑娘说错了话 温湛站在楚清皇身侧 不疾不徐地 开口打断众人的劝解 若只是一时失言 林姑娘此时应该 诚皇诚孔地跪下道歉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 林姑娘都没有对自己说错的话 表示一句歉意 楚清皇接过淡淡开口 今日这件事 不是林姑娘说错话 而是林家仗着兵权 根本不把掌公主殿下放在眼里 这是有意识的以下犯上 尊卑不分 藐视皇权 诸位难道都觉得 林姑娘的态度是对的 此言一出 众人像是突然被掐住了脖子 所有声音刹那间静止 本宫是御风的掌公主 你们对本宫不敬 便是对皇上不敬 若不服本宫 可以带而等 去遇前宫理论 楚清皇话音落下 众人陷入一片死寂 想想林雪是端妃的侄女 是楚清皇的表姐 长公主殿下 就算如何生气 也不可能真的拿自己母妃的娘家人撒气 到时候 倒霉的 还是他们这些帮腔的人 几名世家女子不安的请罪 臣女方才言语有失 请长公主殿下恕罪 到了这一步 林静还未清醒 声音忧尘开口 长公主殿下 事情闹大了 对你也不好 我给殿下赔个罪 并保证回去之后 一定好好教训妹妹 还望公主殿下 放过她这一次 楚清皇瞥了林静一眼 事情闹大了 对本宫不好 这话从何说起 林静沉默片刻说道 作为家规不言的兄长 林雪有错 也是我这个兄长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长公主殿下的惩罚 楚清皇讽刺的笑了笑 既然如此 跪下来给本宫请罪 并自删二十个耳光 话音落下 林静脸色难看 一副不敢置信地看着楚清皇 周遭气氛也很僵 其他公子贵女们也齐齐退后一步 连自己母亲娘家的侄子都不放过 这位长公主殿下 果然是个狠人 六公主看到这一幕 心里拍手叫好 连自己母家近亲都不放过 果然不用我亲自跟楚清皇对上 只要挑拨这些没脑子的人触怒她 她自己就会把人得罪光 得罪的人多了 就算是长公主 也总会有阴沟帆船的那一天 何况林家兄妹 都是端妃母族的直亲 楚清皇今日整了她们 端妃就会照楚清皇进宫问话 想要离间她们的关系 就太容易了 僵持片刻 林静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看着楚清皇 长公主殿下 林雪不懂规矩 臣已经替她给长公主赔罪 还望长公主 能看在端妃姑姑的面子上 楚清皇不耐烦地打断她 这是本宫跟她之间的事情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把旁人搬出来 如果本宫让你给父皇一个面子 就此跪下 你给是不给 林静一将 沉默地跪了下来 臣不敢目无圣上 其他人也心下已经开始劝解 不然林姑娘就给长公主赔个罪吧 长公主身份尊贵 本来就是林姑娘冒犯在先 是啊 今日长公主殿下能赏脸 来参加流伤师会 本就是我们的荣幸 可林姑娘一上来就说话带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貌犯长公主 长公主能不生气吗 林雪脸上清白交错 简直不敢相信 这些人的见风使舵 翻脸比翻书还快 六公主又来天拔火 立温柔善良人设 七妹 林公子是七妹的表兄 又是端妃娘娘的侄子 林将军手握兵权 在朝堂上威信很高 今日若林公子在此受辱 林将军和端妃娘娘知道之后 只怕不会高兴 众人暗自点头 心里都在说 果然还是六公主善解人意识大体 哪像七公主得礼不饶人 不是让这个贵 就是让那个贵 动不动抽鞭子甩耳光 同样是皇帝的女儿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 楚清皇听到这些心声 目光微转 那些世家公子贵女 此时对上她的目光 各个恭敬谦卑 然而心里的想法 偏偏又出卖了她们的表里不一 楚清皇知道 六公主这番话 是在火上浇油 一是为了有意无意地提醒林雪 让她不用害怕得罪七公主 有端妃和林安城在 就算是楚清皇也不能对她做什么 第二就是为了拉好感 种种表现都可以让在场的这些人 不知不觉地开始站队 楚清皇就会陷入一种 被敌意包围的局势 只可惜 有句话叫做 官大一级压死人 楚清皇的身份和脾气 注定了她不会在乎这些人的看法 所以六公主的小算计 只能是白打 本宫最近又有些手痒 楚清皇脸眸 抚着记在腰间的黑色 长边笑了笑 文战 你说本宫应该拉个人出来 鞭打一番发泄发泄 还是直接带人去抄家比较合适 文言 众人脸色骤变 忐忑不安 文战从容回禀 殿下 我觉得抄家比较妥当 一来抄出了银子 可以让皇上高兴 说不定再给公主殿下 加封更高一级的封号 二来 殿下也能出一出 今日所受的气闷 让一些没脑子的东西 好好长长记性 话音刚落 周遭站着的众人 瞬间跪倒了大片 呐喊着 长公主千岁 威武霸气 盖世无双 凤锦之面 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却忍不住鄙视 这些人胆子还不如老鼠 真没用 凤锦之见 这里完全是一边倒 根本没有让楚清皇吃憋的戏码 便转身往凉亭而去 文战心里不由地感叹 就这样的胆量 也敢在长公主面前指手画脚 吓不死你们 着实 体会了一把狐家虎卫的乐趣 果然权力是个好东西 这场闹剧最终还是以 凌家兄妹下跪认错作为终结 众人都觉得有楚清皇在 今天的流伤诗会 只怕是办不成了 气氛实在太凝重 这时 六公主笑嘻嘻开口缓和气氛 有本公和七妹在这里 你们可能玩得不会太愉快 这样吧 我跟七妹去山间逛逛 主委玩得开心点 说着 转头看向楚清皇 楚清皇看了他一眼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盗 定然有花样 在六公主期待的目光下 漫不经心地点头 六公主又转头看向如影子般跟随的扶仓 淡淡笑道 我有私密话想跟七妹单独说说 楚清皇嘴角略过嘲弄的弧度 非常配合地吩咐扶仓 你留在这里等我 扶仓想说什么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低头应了声势 六公主跟楚清皇并肩走了一段 此刻当真像是对待好姐妹一样 温婉平和开口 七妹现在喜欢温战 楚清皇没说话 六公主语重心长地继续说 温公子看着也不错 可七妹应该能分得青珍珠和鱼木 温家庶子怎么能跟景之相提并论 到底是庶子 哪有嫡子天生清贵的气度和傲骨 庶子身份卑微 除了以色世人攀附权贵 根本没有真心可言 楚清皇正要说话 前面忽然响起一个嘲讽的声音 这不是长公主驸马吗 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 被长公主休憩之后 黯然神伤 没脸见人了 我要是凤公子 今天肯定不会出来丢人现眼 毕竟那日在长街上三跪九寇 可是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凤公子不会是想挽回跟长公主这段感情吧 劝凤公子还是别抱有幻想了 没看见长公主殿下身边已经有了新欢 六公主文言也忘了自己的人设 急不走过去大吼 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楚清皇平静地站在凉亭外 抬头就对上了凤锦之那双黯然隐忍的毛子 楚清皇猜到绿茶妹妹又要搞事情 便配合六公主单独出去聊聊 六公主也是语重心长的言语铺垫 言语间都是凤锦之的好 一步步将楚清皇引至凉亭 见到凤锦之被世家公子羞辱 想引起楚清皇的联系 而旧情复燃 六公主演得很卖力 大声怒斥那几名世家公子 堂堂向府嫡子 岂如你们落井下石 都给我滚 此时见到六公主 他们脸上却并无多少慌乱之色 四甲四针地告了个罪 六公主息怒 我们这也是为了开导凤公子 让他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天下的女子多如繁星 何必总是奢望不属于自己的 打从第一眼 楚清皇就已看透了阴谋 他一直沉默着 平静地站在梁亭外 还对上了凤锦之那双 黯然隐忍的毛子 不得不说 他们演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若是以前的楚清皇 大概就要被这出戏码骗了过去 梁亭里的男子 像是忽然发现了楚清皇 慌慌张张地恭敬行礼 拜见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依旧没有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这几个世家公子的 这段戏份已完 六公主赶忙上前怒喝 还不快滚 几个男子 飞快地转身离开梁亭 然而他们 却不是往山下走 而是往山上密林的方向而去 楚清皇若有所思 看来还有下一步计划 故意引本宫上山 在梁亭里看到凤锦之 被人贬低羞辱 他却一句不曾辩驳 默默忍下所有的嘲讽踩踏 只为了勾起本宫的心疼 重新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 六公主又打开话题 笑得让七妹见笑了 没想到这些人 会如此捧高踩低 楚清皇却并不揭查 凤锦之也全程不说话 但眼里透着隐忍和内敛 看起来还真让人心疼 楚清皇冷眼看着眼前 这一出拙劣的戏码 耳膜里忽然传来速速的声响 像是某种爬行物发出的声音 他眉心微皱 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 那声响越来越近 六公主笑看着楚清皇 七妹 你怎么不说话 环顾四周后 楚清皇目光落在了凤锦之 和六公主腰间的香囊上 立即明白 原来还准备了这一出 那几个世家公子不下山 反而往山上走 怕就是去驱赶蛇群了吧 蛇群被驱赶来 自然会攻击 没有驱虫气味的我 可惜 我可不是原主楚清皇 他抬眸看着六公主 眼底划过一丝怜悯 你和凤公子身上 都带了驱虫的香囊 六公主心头一慌 下意识地捂住香囊 强装镇定回应 山中多虫蛇 我便准备了 七妹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味道 楚清皇淡淡一笑 倒也没有不喜欢 凤公子也喜欢这样的香囊 凤锦之手一紧 语气平静回应 山中多虫蛇 小心一点没坏处 楚清皇淡莫扬唇 只是今日这香囊 恐怕要失笑了 你们小心一点 说完这句 他转身走出凉亭 准备下山回去 六公主跟凤锦之对视一眼 两人心头同是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是发现了什么吗 还是装无辜的 大喊七妹等等 就在这时 六公主听到一阵素素的声响 才发现说不清的蛇 从四面八方而来 丝丝地吐着杏子 六公主吓得花容失色 再也无法维持温柔镇定的表象 末地发出一声尖叫 朝着凤锦之靠过去 凤锦之见到这幅场景 也吓得呆在原地好半上没反应 直到六公主靠近 和那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才恐惧 慌乱地惨叫起来 救命啊 数不清的蛇 仿佛如影随形般 追着他们而去 六公主看到了神色淡然 脚步悠闲的楚清皇 眼底划过一抹狠毒 恐惧地大喊 七妹救我 说着 她疯狂跑到楚清皇身侧 伸手想要拽住楚清皇 做挡箭牌 楚清皇身子轻轻一闭 就避开了她的触碰 目光嘲讽地看着六公主 是不是又是算了 六公主吓得魂飞魄散 还是不解 哪怕自己就站在楚清皇身侧 众蛇也像是睁眼瞎似的 看不见楚清皇 只围攻我和景之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些蛇明明是冲着楚清皇来的 为什么到头来去全部睁眼瞎 楚清皇一点事都没有 那些蛇全都是逼着她走 楚清皇脚步从容地要往山下走 淡淡一笑 今日一点小小的教训 希望你记忆深刻一点 抬手打了个响指 四面八方的蛇更加激进 祝你们玩得开心 这可真是一出自作自受的戏码 六公主和凤景之 在山中良庭演戏 希望以此获得楚清皇回心转意 见楚清皇冷漠无意 便起了杀心 驱赶了山间毒蛇来围攻 却不想没有驱虫相囊的 楚清皇安然无事 反倒是他们自己被蛇群包围 他们怎么也料想不到 楚清皇有御兽术 别说是驱驱毒蛇 就是山中老虎 都能攻他驱使 楚清皇抬手打了个响指 蛇群只为不攻 但如此密集阴冷 足以把人下三魂 只剩七魄 算是给他们的一点小教训 六公主再也顾不得自己的人设 吓得慌了神 转身往山下冲刺 白人啊 救命啊 有蛇 溪水边的诸位公子贵女 好不容易叛走了楚清皇 卯足了劲 打算在诗会上 好好表现一番 第二盏酒 好巧不巧的停在了温湛面前 温湛正要作诗一首 就听到山间凄厉的惨叫声 众人不约而同 看向山间方向 好像是六公主的声音 她怎么了 不会又是惹到了长公主殿下吧 不 我好像听六公主 大喊有蛇 众人一惊 随即不安地面面相去 山中多虫蛇 他们知道 从不深入密林 应该不至于招惹到蛇才是 往年再次举办过多少次驱水流伤诗会 都没有遇到过被蛇围攻的情况 这次是怎么了 温湛皱起眉头 六公主喊得这么凄惨 长公主却没动静 不会遇到了危险吧 浮仓眉头微皱 人影一闪 如一阵风般 急掠山间 寻找楚清皇 而温湛面色焦急 抬一脚就往山间方向去 长公主殿下 可是皇上最宠的女儿 万一她发生意外 今日在场的人 只怕都逃不了干系 此言一出 其他人纷纷色变 不管众人心里是厌恶长公主 还是恐惧长公主 都无法否认 如今的楚清皇 的确是皇帝最宠的女儿 而身为世家嫡子嫡女 他们很清楚 一旦长公主发生意外 皇帝雷霆震怒之下 他们在场之人 轻则父亲丢官去绝 众则直接打入死牢 秋后问斩都有可能 这般一想 众人抬一脚就往山间跑过去 慌忙之下 连喊护卫救人都忘了 然而他们 刚奔到山间小径上 就见亮亮呛呛的六公主 花容失色地奔跑而来 向来姿态高雅端庄的六公主 脸色惨白 华贵漂亮的裙装 因摔跤而沾了泥土草字 看起来狼狈至极 嘴里还一直嚷着救命啊 有蛇 有很多很多蛇 六公主的侍女 赶忙去搀扶 和六公主一起的凤锦之 也好不到哪里去 脸色煞白 大汗淋漓 眼底掩饰不住恐惧之色 同样是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众人沉默地看着 这边扶苍 已经在山间寻到了楚清皇 当扶苍看到 完好无损的楚清皇 正慢悠悠地走来 才默然停下脚步 眼底的不安 缓缓退去 又见楚清皇 对着地上爬行的毒蛇 小声说了句去玩吧 毒蛇便乖乖地离开 返回密林深处 扶苍立即跟在身侧 心底很是疑惑 主子居然会御兽之法 六公主迷迷糊糊的 还喊着有蛇 没看到一条蛇 只看见神色从容淡漠的 楚清皇缓缓走来 清冷疏离的眉眼 让人望而生畏 温战担忧地迎过去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楚清皇 您没事吧 六公主说有蛇 我可担心死了 楚清皇有些不耐地 看了一眼运过去的六公主 哪来的蛇 她得了抑郁吧 众人神色微僵 不自觉地转头看向 倒在侍女怀里的六公主 又转头看了看 同样狼狈失态的凤锦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蛇还是没蛇 六公主得了异症 凤锦之也得了异症 众人沉默间 山间又响起一阵慌乱呼救声 救命啊 救命 有蛇 快跑啊 蛇群追过来了 几个发丝凌乱 脸色苍白的熏贵公子 慌不择路地跑下来 一路跌跌撞撞 像是撞见鬼了似的 众人下意识地又去看楚清皇 长公主殿下 依然是那副冷漠疏离 从容镇定的模样 众人表情越发古怪 温湛个机灵鬼 笑了起来 所以除了长公主之外 其他上山的人都得了异症 楚清皇目光从 在场珠人面上掠过 淡淡地说各位继续玩 本宫不打扰你们的好兴致 丢下这句话 楚清皇转身 往马车方向走去 扶仓跟随身侧 温湛也跟着楚清皇离去 刚走两步 楚清皇忽然抬头喊了升扶仓 让他去查一查 那几个都是谁家的儿子 敢帮着凤锦之他们算计本功 那就要承受算计本功的后果 众人沉默地注视着楚清皇离开的背影 有人心惊赶战 有人若有所思 有人惶惶不安 经历了两波变故 谁还有心情继续玩 被楚清皇点了名的几个熏贵 脸色原本就惨白 此时听到楚清皇撂下的这句话 恨不得当场昏死过去 有人不解地看向凤锦之 凤公子 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山上荡真有蛇 凤锦之脸上江白而带着荆绩 文言木然地看了一眼问话的人 什么也没说 很快转身离开 楚清皇也坐上了回宫主府的马车 马车里 温湛微微皱眉 殿下 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搞妖娥子 楚清皇协议在车内软踏上手 翻着兵书 嗯了一声 温湛心里好奇 不由问道 真有蛇 方才六公主和凤锦之 受到惊吓的样子 不像是伪装 而后来下山的几个人 更加慌乱惊惧 所以不太可能是假话 楚清皇淡淡回应 凤锦之和楚依林 使出的拙劣伎俩了 故意迎本宫上山 在凉亭里看到凤锦之 被人贬低羞辱 想让本宫 对凤锦之旧情复燃 温湛表情一顿 随即缓缓点头 的确挺拙劣的 楚清皇声音冷了冷 眼见着本宫没上当 那几人在山上 引了蛇群过来 想用毒蛇来对付本宫 本宫便让他们好好尝尝 被蛇群追赶的滋味 引了蛇群 温湛皱眉 他们用了什么办法 不担心反噬 楚清皇想到 六公主方才尖叫着 逃窜的模样 心情不错 便满足温湛的好奇心 楚依林和凤锦之 都带着特殊气味的香囊 避开蛇群的攻击 没料到最终自作自受 温湛沉默片刻 这个计策实在是歹毒 引来的蛇群之中 定有剧毒之蛇 一旦被他们咬上一口 说不定立时就会致命 六公主这是想致 长公主于死地 假如长公主真的被毒蛇咬到 也没人能证明 是六公主所为 最多就说是个意外 毕竟谁都知道 山上有蛇出没 被毒蛇咬到 不是什么稀罕事 六公主计策深沉 心思不是一般的歹毒 楚清皇冷冷一笑 没人能在算计本宫之后 还能安然无恙的 楚依林很快就会尝到 作茧自负的后果 坐在车外的扶仓 沉默地驾着车 听到楚清皇和温湛的对话 脑子里浮现出楚清皇 轻轻一句自己去玩 那些蛇就纷纷引入草丛 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他们面前 被追得狼狈失控的六公主 和凤锦之没有看到这一幕 扶仓却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山下众人听到 六公主尖叫救命的声音 匆匆赶到之后 那些蛇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条蛇都没能见到 温湛叹息着 楚依林和凤锦之 原本只是把长公主 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傻子 后来在事情超出他们掌控之后 演变为算计和敌意 直到现在 却已经完全转化成杀机 看来以后不管走到何处 长公主殿下 时刻都得注意人身安全了 马车行到长公主府大门外 楚清皇一下车 就见到一个十七八岁 温润如水的少年 少年恭敬拱手作一 在下楚凌川 见过长公主殿下 楚清皇沉默地 打量着楚凌川 少年俊雅的眉眼轮廓 带着点熟悉的感觉 勾起了楚清皇的一丝丝回忆 他淡漠的神情 肉眼可见的柔和了许多 他笑了笑 随本宫禁服 跟在楚清皇身侧的 浮仓薄唇鸣警 这来路不明的少年 殿下为什么让他禁服 从看见这个少年开始 浮仓的表情就有些戒备 不知为何 即便楚清皇的后院 有四位弑君 那四人也口口声声说要争宠 可他没有丝毫敌意和危机感 这个少年的出现 却让浮仓浑身的神经 都崩了起来 浮仓和楚凌川两人 对彼此都有戒备 但公主殿下发话了 楚凌川还是为浮仓诊治了一番 随后如实回禀 殿下 浮仓的身体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就脾胃有点不太好 慢慢调养一下即可 身体往日有些透支 最近休息得不错 已经无碍 楚清皇微微拧眉 轻声让浮仓先出去一下 浮仓敏纯硬了声势 便沉默不发一语地走了出去 关上房门 楚清皇疑惑而认真地询问楚凌川 其他方面当真没什么问题 楚凌川点头 没有中毒 如果殿下所言是真的 不是他刻意伪装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是被人下了射魂术 属下写信问问羽王 他也许会清楚这种情况 羽王擅长预知占卜之术 精通命格之相 想必能看出浮仓身上的问题所在 楚清皇寻思浮仓身体无碍 那此事倒也不急了 让楚凌川把这事上心就好 然后又让楚凌川暂时先在公主辅助下 对外就说 又收了个士君 稍后应该会有人传召我进宫 你先去见见后院那几个士君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今晚开始帮浮仓调养一下身子 楚凌川细不可查地欣喜 士君 楚清皇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以前这个公主是个爱男色的花痴 楚凌川嗷了一声 其实就算是公主喜欢的也没关系 不知怎么的 浮仓那呆萌乖巧的样子浮现在了楚清皇脑海里 他沉默了 楚凌川叹息 女皇陛下在位时没能三宫六院 公主殿下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楚清皇回神轻喝放肆 楚凌川赶紧扶得低头认错 属于嘴贱 殿下恕罪 对于家乡人 又是忠心耿耿的人 楚清皇便没放在心上 让他起来 又问了几个问题 皇宫这边 凤贵妃恶人先告状 清皇跟怡陵一起上山 下山回来之后 清皇完好无损 怡陵却惊吓过度 臣妾不得不多心 皇帝却只是说 应该不太可能 清皇不是一个会欺负姐姐的人 你先冷静一下 带阵召清皇过来问问清楚 凤贵妃一阵 不敢置信地看着皇帝 心里揣测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楚清皇 不是会欺负姐姐的人 就楚清皇的暴力脾性 什么干不出来 不过皇帝自认为 对这个女儿 还是挺了解的 妻女儿虽然脾气不太好 可大概是天生武力超群的原因 她的行事作风 一直偏向于男子 就算欺负人 一般也不会欺负柔弱的姑娘家 除非对方主动找死 所以对于凤贵妃的话 皇帝眼下 只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命人去传赵楚清皇进宫 皇帝又朝着凤贵妃淡淡开口 你先别着急 稍后正会召太医过来仔细询问一番 惊吓过度 只需好好休养几日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凤贵妃神色微僵 她的女儿现在躺在床上惊吓不断 皇上却如此轻描淡写地说 没什么大碍 她到底偏心偏到了什么程度 楚清皇是她的女儿 难道怡灵就不是她的女儿了 凤贵妃心不甘地哭哭啼啼 皇帝想要再说点什么 皇帝就不耐烦地 让她好好照顾六公主 转身离去 凤贵妃捏紧了手里的帕子 压抑着心头愤怒 恨不得恳楚清皇一口 回到乾清宫 皇帝坐在龙岸前淡淡开口 陈海 你说说看 这是怎么回事 贴身太监陈海攻身道 老奴不敢善意公主之事 皇帝瞄懂老狐狸的顾虑 便说恕你无罪 有了免死金牌 陈海恭敬而谨慎的开口 以老奴的想法 长公主殿下 素来是个直来直往的性情 若要欺负六公主 无需特意绕到山上 老奴此前听说一事 几日前 长公主殿下出宫 在路上遇到六公主拦车 长公主殿下 大概是心情不太好 不想理会六公主 没想到六公主 居然当街给长公主跪了下来 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有人当场谴责长公主不知长幼 居然让姐姐下跪 皇帝皱眉 堂堂公主当街下跪 成和体统 陈海恭敬扶了扶身 次日丁玉使就上了谈和的折子 说长公主殿下 目无长幼 骄横跋扈 陛下应该还记得那份折子吧 皇帝点头有些微怒 朕当然记得 丁玉使也是赤宝了撑的 朝堂上贪官屋力那么多 没见他谈和几个 天天盯着亲皇不放 朕真是太纵容他了 红尚书府被超出了近八十万两银子之前 也没见丁玉使上过一份 谈和红尘海的折子 倒是亲皇一个半正式的公主 天天被这些眼下的御史弹劾 看来这些御史 都是不想干了 皇帝沉思了一会儿 突然又问陈海 你方才说 亲皇那日出宫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 陈海压低了声音回禀 老奴也是听说了一点 端妃娘娘 有一把长公主殿下 许佩己临家二房嫡子临静 安排了两人见面 临家嫡子 好像已经以长公主驸马自居 开口就让长公主殿下 把后院士君遣散 说有为女儿家的三从四得 长公主殿下 好像有些不太高兴 这才罚她跪了半个时辰 皇帝脸色一沉 遣散后宫 朕都没干涉亲皇的后院 她算个什么东西 八字还没一撇 居然就敢对亲皇的行为 指手画脚 陈海低头 皇上息怒 林公子毕竟是端妃的侄子 皇帝闻言 心底的不悦越来越浓 林家这些年大概 也是有些不知道身份了 连公主都敢不放在眼里 朕是不是太纵容他们了 陈海很有眼力尽的地上一盏茶 陛下息怒 长公主殿下任何人的账都不满 林家公子不管仗着什么 都不可能对长公主殿下 产生半点影响 皇帝沉默片刻 眼中泛起冷意 朕不会让亲皇嫁给林静 他想都不要想 陈海赶紧回捧 皇上圣明 长公主看起来 也并没有要跟林家结亲的意思 皇帝叹了口气 眉心皱得紧紧 端妃也是糊涂了 明知道朕不喜欢嫔妃 拿自己女儿的婚事做筹码 她还是明知故犯 也不知是不是想试探朕的底线 陈海心头一惊 连忙说 陛下应该是多心了吧 端妃娘娘 应该没有这个想法 皇帝揉着眉心 有没有这个想法 他自己心里清楚 不过林家长兵权时间够久了 陈海心里咯噔一下 迪梅沉默着 不敢再说话 帝王心思不可擅自揣测 就算陛下真有敲打林家的意思 也不是她能随意插嘴的 况且 端妃一族眼下正得势 皇上究竟是想单纯地敲打一下 还是真有点什么别的心思 谁也不敢胡乱猜测 皇上 长公主殿下到了